第201章夺命石骨,灵天手中的权杖在剧烈震动,震得灵天虎口裂开,鲜血渗入权杖之中。那一刻,妖异的一幕出现在众人眼中,灵天身后的虚影逐渐由虚转时,泛着点点血光,透射出阴森邪恶的面目。 佛塔感受到了威胁,有大阴禅畅回荡在谷底,金刚护法在虚空显化,木木圆征,构建玄妙佛阵,净化世间一切邪恶,试图压制灵天身后那道邪恶的邪影。 白云归,幻雪,赤天虎,万燕青,饥荒等人都看着灵天身后的虚影,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威胁。 蓝灵门的高手在全力协助灵天,满五门的王兴等人则保持中立。 佛塔镇压大地,稳弱磐石,在无数高手的围攻中始终坚守着那条界线,这让很多人都感到疑惑。 这座佛塔已经缺少了上面几层,残破得相当厉害,可以还有如此神威,能抵挡一群空明巅峰高手的狂攻。 灵天借助权杖之力,全力与佛塔应拼,加上其他高手的抢夺攻击,导致形势有了一些变化。 佛塔不凡,但毕竟已经残破,明科的佛文正法也已经不全,在坚持了半个时候后,终于被撼动,出现了一味现象。 各种神通绝迹朝着佛塔轰去,数不尽的光华缠绕在佛塔之上,如万山之力逼得佛塔不断后退,最终拔地而起。 那一刻,三派高手全力争抢,促使道光华蕴含着大道法则,束缚在佛塔之上,使其逐渐缩小,变成了巴掌大小,金光璀璨,佛光如日。 白云归,赤天虎,万燕青,饥荒,灵天,幻雪都在各斩手段,争夺那三层佛塔,最终佛塔被饥荒抢到手。 灵天恼怒,自己费尽心机却便宜了饥荒,这简直不可接受。 万燕青,赤天虎都出手争夺,饥荒则在天荒教高手的保护下迅速冲出明渊谷,来到了清月仙子身侧。 我黄左欧峰从头到尾都在看着,佛塔落入饥荒手中之后,谷底的那间石屋便轰然崩裂。 欧峰第一时间冲了进去,这让那些没有抢到佛塔之人都感到震惊,迅速围了上去。 夜秋一直站在那墓碑前,佛塔一味之后墓碑上就出现了一道裂痕,有血液流出,好似泪滴,又似情花。 青琉璃身体为颤,悠悠道,脏情之地,血泪如花,这是多么沉重的爱啊。 夜秋没有说话,眼神复杂地看着墓碑上的裂痕,血液从中溢出,最前面的那一滴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就好似有意识一样,在观察四周的情况。 青琉璃惊讶极了,这妖异的一幕让他全身发凉,有种说不出的惊悚感。 尺屋外,三派高手围成一圈,把欧峰堵在里面。 垮他的尺屋内,欧峰一番寻找后,找到了一个尺骨,雕刻着怪兽图案,骨的一面有一滴银色的泪滴,格外显眼,另一面刻着云图,精致而深奥。 尺骨不大,直径一尺八,欧峰拿着尺骨冲出屋外,面对众多高手的围攻,口中发出了怪笑。 佛塔不抢,跑来与我抢破烂,你们还真是一群傻瓜。 离多万古门的高手看着欧峰手中的石骨,贺道,少说废话,速速把东西留下,否则直接把你灭了。 欧峰道,这玩意就是玩石一块,你们拿去也用不上。 若是无用,你会跑来抢,蓝武门罗林不幸,直接出手抢搏,其他人见状,都争先恐后,生怕石骨落在别人手上。 欧峰鬼笑道,想要啊,那就给你们好了。 欧峰左手突起石骨,右手一直点在那骨面的银色泪滴上,撞击力将石骨击飞,银色泪滴出涌现出了一丝血光。 石骨飞向蓝武门的一位高手,被其一把抢到,入手之后感觉石骨沉重如山,有呼呼的哀嚎声传来。 蓝武门那位高手来不及多想,一把抱紧石骨,转身欲逃。 然而就在这一刹那,骨面上的银色泪滴除冒出一根粒刺,瞬间洞穿了蓝武门高手的心脏。 粒刺很诡异,能够所以弯曲转变方向,在急穿心脏之后,又刺穿了咽喉,从那高手的眉心穿出,引发了凄厉的惨叫。 附近欲夺之人又惊又怒,谁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情况。 蓝武门那位高手的生命在快速枯竭,一身血肉惊气,毕生修为全都被石骨吞噬掉。 啪的一生石骨落地,有银色泪滴的那一面正好朝上,一根粒刺如触手般在半空摇晃, 末梢楚不停地转动,就像是在打亮着四周的情况。 好邪恶的石骨,这到底从何而来,这冥冤谷中不见荒天顶,怎会出现这些惯意? 之前佛塔未曾移位前,食物一切正常,如今佛塔被饥荒地去,这食物垮塌,石骨出世, 难不成是佛塔的镇压失效了,才会让这邪恶的石骨苏醒过来。 大家议论纷纷,目视着那面石骨,感觉弃之可惜,得知有害。 蓝灵门的高手不甘心,施展出诡异的降灵术,试图降服这石骨, 谁想却遭到了反噬,差点身亡。 乌峰笑道,我说了你们拿去也无用,你们还偏不信。 灵天问道,这是何物?乌峰笑道,这叫夺命骨,欢迎大家抢夺。 万古门万艳倾道,你觉得这话我们会相信吗? 乌峰道,不信就散了,夺命骨就在这,感兴趣的可以出手抢夺。 赤天虎道,这石骨被他动了手脚,大家合力杀掉他,就能解除石骨上的邪恶之术。 这话起到了很大的煽动效果,在场高手一勇而上,要斩杀欧峰。 真是一群蠢货,夺命骨在此,你们杀得了我吗? 乌峰身影幻化,一道道模影遍布谷底四周,部分模影在挥手击鼓, 石骨发出了嗡嗡的声音,产生了刺耳的震动波,让人心跳加速,血液倒流。 这时模影牵重,大家小心,赤天虎脸色有些难看,周身赤焰如刀,分斩四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场域,任何模影只要靠近,就会被踢碎。 白云归,万艳青,灵天等人都各斩手段,朝着那石骨逼近。 那个地方鼓声震天,杀气狂涌,有着特殊的规则。 白云归感到心跳加速,血液倒流,头部刺痛,浑身难受。 这是鼓声造成的,能扰乱修饰的身体状态,抑制实力发挥。 乌风化身无数,让人难以捉摸,虽然遭到多人围攻,但却对他构不成威胁。 白云归的透空神念波在不断分析,锁定欧风的行踪,很快就判断出了他的真身所在,就位于那石骨一侧。 第一刻一声,白云归身上涌现出极寒之喜,开始凝固虚空,有效阻止了声音的传播,让虚空开始冰封,以冰之领域来对抗魔皇族的欧风。 赤天狐与白云归完全相反,他就是一团火,足以焚烧万物,两人的场域出现了排斥,这给欧风制造了机会。 魔影千患,石骨腾空,数不尽地分身干扰了大家的行动,让那石骨飞出了鸣骨。 叶秋站在墓碑前,看着那滴血,眼中涌现出了一股莫名的悲怯,下意识地伸出了右手,想要去触碰。 青琉璃惊呼道,你在干什么,叶秋不语,指尖快要触碰到那滴血时出现了一丝迟疑,随后右手一收,改为左手。 青琉璃有些紧张,不明白叶秋想干什么,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换手。 叶秋的左手食指缓缓靠拢,那滴血在慢慢退后,似乎在回避叶秋。 但仅仅退后了少许,那滴血便绽放出了诡异之光,释放出让人心神不安的惶恐。 叶秋没有迟疑,左手食指触碰到了那滴血,接触点有光芒溢出,一道异样的气息笼罩在叶秋身上,让他的身体出现了颤抖。 这一幕眨眼急过,叶秋恢复了平静,指尖的那滴血在缓缓后移,与叶秋的食指拉开了距离。 青琉璃密切关注,发现随着那滴血的后移,露出了一节桃木色的木铅。 叶秋轻轻抽手,指尖之上粘连着一雾,慢慢呈现在青琉璃的眼中。 那是一只木簪,桃木色,凤头簪,相当的精致美观。 凤头簪落在叶秋手上,墓碑上的那滴血则逐渐失去了色彩,与其他血液融在了一块。 墓碑上的裂痕越来越多了,似乎随时都会碎裂,不复存在。 叶秋看着手中的凤头簪,发出了一声轻叹。 青琉璃低声道,好精致的墓簪,这是女人之物,怎么出现在这墓碑之内。 叶秋看了青琉璃一眼,轻声道,此物不祥,但与我有缘。 下次我送姐姐一只玉簪,一定比这漂亮。 青琉璃把目光从木簪上移开,妙目凝视着叶秋的双眼,问道,真的? 叶秋笑道,玉簪盘青丝,放心独我连。 青琉璃眼神为变,娇称道,谁问你这个,我是问这木簪,怎会不详? 叶秋收起木簪,拉着青琉璃的小手离开。 有些英国莫要沾染,有些事情莫要问穿。 名冤谷中坟藏晴天,三层佛塔不见有缘。 青琉璃悠悠道,你似乎洞悉了一切,却又偏不肯明言,这是为哪般? 叶秋道,智者常悲,不智者欢言,我是不想让你们伤感。 佛塔出世,十谷震天,轻重卑劣,只为溯源。 第202章故弄玄虚,持谷腾空,引来诸多高手的追踪,是天虎,万燕青,灵天等人都迅速追去,白云归则回到了林若冰的身边。 很快,谷中之人都冲了出去,仅剩下远谷,林若冰,白云归三人在等待叶秋的归来。 怎么去了那么久,远古看着叶秋走来,注意到他正牵着青琉璃的手,眼睛顿时睁得老大。 林若冰脸色有些不悦,他还不太清楚叶秋与青琉璃的关系,想到双方的立场,心里顿时有种排斥感。 白云归在观察林若冰的反应,嘴上却在询问叶秋。 那边有何发现,叶秋松开青琉璃的小手,淡然道,那边有座坟,葬着魏王人。 林若冰愕然道,葬着魏王人,什么意思?远古也觉得不可思议,让道,快带我们去看看。 叶秋道,没什么好看的,外面的故事更精彩。 白云归看了青琉璃一眼,没有多问什么,远古与林若冰则拉着叶秋问长问短。 古人很快来到明渊谷外,只见万古门的高手都聚集在古猎身旁,饥荒站在青月仙子身后,幻雪静丽一旁,其他天荒叫高手围成一圈,将饥荒保护起来。 蓝武门损失了一位高手,目前王兴一行还有六人。 蓝灵门那边以灵天为首,并未与满武门高手站在一块,现场势力分座五谷,蜂蜂手持十股奥利半空,竟没有逃走。 青琉璃回到了幻雪身侧,白云归则带着叶秋,林若冰,远古与王兴会合。 此周,不少妖兽三五成群,暗处还隐藏着很多高手,诸如摩妹族那位,诸如沈亿与明天,这些人应该就在附近,但却一直未曾露面。 明渊谷中的歌声不知何时消失了,迷雾也逐渐消散,昔日的种种神秘如今真相大白,一切变得平淡。 荒凉的四周依旧笼罩着一层青烟,九十九座大山之间不止一个明渊谷,还有不少类似的存在。 各方势力汇聚在明渊谷外,一边对峙一边等待。 佛塔在饥荒手上,十股被欧风抢到,明渊谷中扑朔迷离,可大多促人都无心去细想。 叶秋看着群山深处,心里在思索荒天顶,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这九十九座大山如此衰败,会不会就是荒天顶造成的? 如果是,那是否决地三千尺就能将它找出来? 这个想法不止叶秋有,万古门的古列也这样想,甚至天荒郊的清月仙子也曾想过,只是决地三千尺宫城太大,耗石耗历成果还不知道怎样。 传说人玉九州有一件法宝,名为十方印,能搜寻锁定世间一切其真意宝。 若能借来一用,何愁找不到荒天顶? 欧峰之言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是天虎、青琉璃、白云那归都来自仁玉九州,自然听说过十方印的种种神奇。 你要有本事自己去借,你当十方印是路边的大白菜,想借就借的。 赤天虎冷笑,驳毁了欧峰之言,青琉璃道,我听说忧欲第七重的黑暗大陆上有一件魔器,同样能窥视世间一切其真意宝,要不你去把那魔镜借来。 白云归笑道,那可不是魔皇族之物,只怕你面子不够,还借不了。 欧峰横道,魔镜乃是魔星族之物,从不外借。 黑暗大陆除了魔镜之外,魔魅族的魔猿猪也相当神奇,能感应一切圆能波动。 夜秋道,魔魅族,魔猿猪,不好,快走。 一闪而过,夜秋朝着群山深处冲去。 凌若冰与原古景随其后,王兴则一脸一问,朝着白云归问道,怎么回事? 白云归道,当初抢夺百兽王座时,就有一位魔魅族的高手。 那人之前我们见过,应该就藏在这附近,假如他手里有魔猿猪,那么他很可能正躲在暗处搜寻荒天顶的下落。 这话一出,在场高手无故大惊,纷纷跟着夜秋冲去。 乌峰露出了阴森的鬼笑,不急不缓地走在最后头。 九十九座大山行程的区域东西横跨数百里,要想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找出一个魔魅族的高手,那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夜秋在推算此处的地形,直奔这一区域的中心位置,这个地方很诡异,透空神念波能感应到地面的所有波动,但却无法探测地下的情况。 三派高手很快追来,分散在附近,各自留下四周的动静,却并无任何发现。 乌峰,你是不是在故意戏弄我们,灵天思维敏捷,第一个想到这个问题,乌峰笑道,我干嘛要戏弄你们,那对我有什么好处。 大家都是冲着荒天鼎而来,不管最后荒天鼎落在谁人手里,至少大家都想把它找出来。 万燕青横道,说得好听,你一个邪魔外道之言,谁会相信?乌峰反驳道,既然不相信,干嘛还要问我,你猪脑子啊? 万燕青怒道,你找死。乌峰挑衅道,就凭你还没那个本事。 古列看着欧峰,眼神闪烁不息,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事情。 饥荒道,假如欧峰骗了我们,那他有何目的? 赤天虎道,他把我们骗到这来,最多是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或是吊虎离山。 叶秋文言恍悟道,不好,快回明渊谷。 白云归,青琉璃,灵天,古列,青月仙子等高手都反应过来,直接空间跳跃,一下子就出现在明渊谷的入口处。 一道璀璨的光柱从谷底冲天而起,释放出破灭万物之力,附近的空明境界高手一个格倒飞出去,口中鲜血淋漓,伤得不轻。 叶秋的透空神念波第一时间捕捉到了危险,拉着凌若冰与远古急速撤退。 白云归,青琉璃,灵天,万燕青都第一时间觉察到了不妙,避开了那股毁灭的冲击波。 青月仙子护柱换血与饥荒,古列则护柱持天虎与部分万古门高手。 余下大部分空明境界的高手都在明渊谷入口处遭受了重创,被那光柱释放出来的毁灭冲击波弹飞,甚至有人当场毕命,身体四分五裂。 那光柱直径摆杖,骇人至极,一道黑影从光柱中邪飞出去,口中发出了怒小声。 叶秋一眼就认识,黑影就是魔魅族的那位高手,拥有万寿境界的恐怖势力,但他却似乎在明渊谷中吃了大亏。 之前,欧峰将众人遍离此地,给了魔魅族高手可乘之机。 只是让欧峰不曾想到的是,明渊谷中除了佛塔与石谷外,竟然还有其他东西,连魔魅族的高手都被轰了出去。 大道光柱力久不衰,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区域,空明境界的高手根本不敢靠近,也无法靠近,那种规则之力很恐怖,稍有不慎就必死无疑。 古列宇清月仙子脸色大变,双双凝视着那道光柱,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威慑。 清琉璃站在远处,透空神念不仔细探索那光柱的情况,发现内部有光阴腐蚀之力,连意识神念都承受不起。 这光柱应该与荒天顶有关系,明渊谷果然隐藏着有关荒天顶的信息和线索。 灵天是灵神传承者,拥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能力,他的这番话虽然只是猜测,但却很有煽动性。 万艳清道,就算如此,竟不去也是白费。 饥荒看着不远处的欧峰,唯怒道,你竟然与魔魅族的高手串通起来欺骗我们。 乌峰冷冷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与他串通了?熟悉黑暗大陆的人都知道,魔皇族是何等的高贵,喜慧与魔魅族的人走到一起。 赤天虎讥讽道,魔皇族也算不上多高贵,与魔天族相比,你们还差了一大截。 叶秋拉了一下白云归的衣袖,问道,黑暗大陆上,魔族有多少分支? 白云归道,具体有很多,但主要是五类。 第一是魔兽族,半人半兽的外形,或是直接兽刑。 第二是魔魅族,诡异邪魅,如黑暗中的幽灵。 第三是魔皇族,自称是魔族正宗,曾统治过黑暗大陆,拥有很强大的抵运与实力。 第四是魔天族,数量只有魔皇族的十分之一,但却是号称最高贵的魔族。 第五是魔星族,号称最神秘,叶秋道,如此说来, 魔皇族与魔魅族一般不会走到一起。 白云归点头道,一般不会,但是否出现特殊情况,我也说不准。 这一次为了荒天顶,一切都可能发生,所以不能完全听信欧风的辩解。 半空中,魔魅族那位高手洒落一些绿色的魔血, 在虚空燃烧爆炸,将虚空都炸出了一个窟窿。 古猎看着他,问道,你是谁? 魔魅族高手感受到古猎的强大,眼神中露出了一丝警惕。 天雪龙峰,这是一个名字,听起来有些怪异, 悟风惊讶道,你是天雪一墨的后人? 魔魅族高手横道,何为后人? 清月仙子问道,明云谷中有什么? 怎么出现这道巨大的光柱? 天雪龙峰斜笑道,想知道就自己进去瞧一瞧, 我之所言,真实度可是很难说。 灵天骂道,这种情况下还怎么进入? 天雪龙峰道,方法自然有,就看你们够不够聪明, 有没有那个能耐了。 第203章进入光柱,万燕青问道,什么方法,你说来听听? 天雪龙峰道,自己想,聪明的人就能想到。 饥荒嘲讽道,只怕你自己也想不出办法, 才会出此下策,哄骗我们大家帮你想办法吧。 天雪龙峰哈哈笑道,这个听起来很不错, 你们要是不愿意想办法,可以离开啊。 幻学骂道,魔族就魔族,天性狡诈,阴险邪恶。 夜秋道,其实方法有很多, 比如土盾之术就能进入明云谷,夜秋话还没有说完, 就有三派高手急着尝试,想要抢先进入明云谷, 搞清楚里面的状况。 然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些话只听到半截的高手,大多遭遇了结束, 还未达到明云谷底, 土盾之术便受到了规则之力的约束, 逐渐失去效果。 如此,很多高手被困地下, 只能强行开山列月解脱。 那一过程中,许多高手释放出强大的扩散冲击力, 不可避免的撞击在光柱之上, 引发了反噬,导致三分之一的高手都死在其中。 乌风见状,大笑道, 夜秋啊夜秋, 论坑人你可比我强多了。 夜秋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我话还没有说完, 他们就急着尝试, 自然没有好结果。 万古门高手骂道, 你诚心事不, 说话怎能说半截呢? 夜秋反驳道, 你们那么心急干什么? 我后面的话是想告诉大家, 吐顿之术能够进入冥冤谷, 但是存在很大风险, 一旦失效绝不能应来, 否则必然会遭到光柱的反噬。 赤天虎横道, 马后炮, 我看你是诚心勾引大家上当。 夜秋道, 你们若觉得荒天鼎是这么容易就能到手的, 那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直接硬闯进去就行了。 换学问道, 除了吐顿之术外, 可还有其他办法。 夜秋道, 第二个办法就是从光柱中进入, 此光柱直径百丈, 内部就是一个巨大的通道, 甚至有可能通往荒天顶所在的区域。 林天机凤道, 你进得去吗? 夜秋笑道, 我进不进得去暂且不说, 但我知道有人进得去。 饥荒问道, 是谁? 沈亿, 夜秋的回答让人一愣, 这附近根本就没有看到沈亿的踪影, 他干嘛要突然提这个人? 万燕青质疑道, 你如何知道沈亿进得去? 夜秋道, 这个还真是不好证明, 除了沈亿外, 拥有百射王座的黑灵王, 应该也能进得去。 换学问道, 还有其他人或办法吗? 夜秋沉吟道, 剩下就只能硬闯了, 需要万寿境界的修为实力。 乌丰英笑道,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 夜秋道, 我们三派不愿意冒险, 不代表妖兽不会冒险啊。 众人一惊, 随即恍悟, 很多人都突然抬头, 只见一只巨鹰从天而降, 一边高速旋转, 一边缩小身躯, 化为一道光剑, 啪的一声就此穿了光柱, 钻入了其中。 下一刻, 巨大的光柱在震动, 数不尽的符文神链 在光柱表面演化世界, 玄傲莫测。 天雪龙峰在密切关注, 星月仙子与古猎都在暗自思索, 考虑要不要进入。 灵天一闪而逝, 神秘失踪, 不知道去了何处。 万雁青眼珠一转, 一下则退到远处, 随后施展出土盾之术, 小心翼翼地朝着鸣渊谷靠拢。 饥荒不甘示弱, 也做出了相同选择, 盛夏池天虎、 青琉璃、 白云龟、 幻学等人都在各自尝试。 夜秋没有妄动, 他在关注巨鹰进入光柱后, 四周的一切波动。 夜秋想到了冥冤谷中的情种, 他现在还在吗? 那埋葬的魏王人, 有没有遭受到这光柱的伤害? 王兴看着林若冰, 问道, 你觉得荒天鼎真的在这吗? 林若冰迟疑道, 我不确定, 你可以问一问夜秋。 王兴回头看着夜秋, 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夜秋道, 如果荒谷大陆真有荒天鼎, 那应该就在这附近, 长老可以派人回去禀报这个消息。 王兴正有此意, 目前万古门与天荒教都有万寿境界的高手在这, 满武门人数虽然不少, 但整体水平可比别人差多了。 万一荒天鼎出现, 满武门也没资格抢国, 必须马上增派高手。 古猎与清月仙子也都做了这方面的准备, 各自派出高手返回禀报, 唯有蛮陵门暗兵不动。 巨大的光柱一直在震动, 但却没有丝毫破裂或是消失的迹象。 大头万寿境界的巨鹰成功闯入了光柱内部, 没有人知道通往何处, 但大家的心情都充满了关注。 雾峰此时催动了手中的石骨, 缓缓朝着光柱靠近, 很快就遭到了排斥力。 石骨开始发光, 数不尽的神文符印逐渐显化, 石骨上雕刻的怪兽发出了恐怖的大叫, 形成了音频震荡波。 雾峰在缓缓前进, 在场之人全都密切关注, 发现那石骨相当不凡, 正面的银色泪逼晶莹剔透, 看上去栩栩如生, 探出一条银色的触手, 落在那光柱之上, 竟将光柱慢慢撕开了一个缺口。 雾峰趁机进入, 很多人都感到惊愕, 因为大家都知道, 雾峰只是空明境界的高手, 他是借助了石骨之力, 算是取巧进入。 远古祭出天王棍, 也想去尝试, 但却被叶秋拦住。 莫及, 先看看情况再说, 万古门与天荒交的高手, 身上大多有法宝, 品级高低不同, 有人观望有人出手。 一个万古门的空明高手寄出了一个铁灵, 通体灵纹遍布, 悬浮在他头上, 晃动之间零音正耳, 让人气血翻滚。 这位高手小心翼翼地朝着光柱靠近, 在距离三丈远时就遭受到了规则之力的排斥, 头顶的铁灵在剧烈震动, 抗衡着光柱的腐蚀波。 那位高手减速慢行, 缓缓推进, 很快就前行一丈, 但头顶的铁灵却出现了裂痕, 铁灵大姐, 灵纹崩碎, 啪得一声就爆炸了。 那高手来不及撤退, 置身光柱的规则之力范围中, 身体在快速苍老, 口中发出了惊恐的嘶吼, 大声地求救。 鼓烈一闪而至, 将那人拉出, 就得了他的性命, 但他却伤得不轻。 这是前驹之剑, 很多原本想要尝试之人顿时心都凉了。 铁灵的品级从刚才的情况来看, 实际上相当不弱, 谁想却抵挡不住光柱的腐蚀。 那些身上有法宝之人, 本以为仗着法宝之力就能进入, 可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那样的。 远古兔土舌, 甘笑道, 我还是不去试了, 乖乖待在这看就行了。 叶秋没有说什么, 以他和远古的实力, 就算能够进入光柱, 也不见得能获得什么。 沉寂了片刻, 还是有人忍不住, 又开始去尝试了。 这一次, 陆陆续续有七八人, 其中半数的法宝被毁, 仅有三人成功进入, 其中一人就出自满陵门。 林若冰道, 要不我们也去试试, 叶秋道, 等会再说, 这种事情不能及。 古列与清月仙子始终不曾出手, 但是天雪龙峰在观望了许久后, 最终还是采取了硬闯的方式冲入了光柱之中。 满五门一直没人进入, 满陵门的陵天不知去处, 余下高手之中有一人进入。 万古门与天荒教各有三人凭借法宝之力闯入了光柱, 饥荒, 万雁青, 赤天虎, 幻雪青流里五人则另谋对策。 走吧, 现在轮到我们了, 叶秋朝着光柱靠近, 远古则拉住他, 问道, 我呢? 叶秋道, 你就留在这密切关注, 我估计稍后还会有妖兽闯入。 远古叮嘱道, 那你们小心点, 注意安全。 叶秋让林若冰先是, 他的鸾凤神戟配上天火霞云, 那可不是一般的法宝可比, 很容易地就进入了光柱之中。 随后是白云归, 他的莫忧心竟来历不凡, 已经初步与他融合, 可以发挥出一定的威力, 让他也成功进入。 叶秋即出方天星盘, 这是天时益族的至宝, 绽放出璀璨的星光, 在光柱上开了一道门户, 直接把叶秋吸进去了。 王兴看到这, 心中感慨万千, 叶秋虽然境界不高, 可他却比很多空明境界的高手还要能耐许多。 附近, 妖兽的数量越来越多, 几头万兽境界的妖兽先后闯入, 也有一些空明境界的妖兽借助宝物之力, 成功穿越了光柱屏障, 进入了其中。 叶秋进入光柱之后, 方天星盘悬浮在他头上, 通体符文闪耀, 受到了光阴之力的腐蚀, 身体在快速下坠。 叶秋低头看着脚下, 那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不知道通往何处。 白云归, 林若兵都在叶秋下面, 他们试图减速慢行等待叶秋, 谁想身体却不受掌控。 这垂直的光柱就像是时光隧道一般, 有去无回, 不可停留。 但凡进入其中, 不管是人类还是妖兽, 不管是万兽境界还是空明境界, 都在一直往下坠。 突然, 叶秋感受到了一股震动, 下一秒眼前的景色就变了, 白云归与林若兵部之所踪, 三人竟然被分开了。 叶秋置身在一个广阔的空间内部, 两旁都是白雾, 唯有前方有一条通道, 隐隐透射出光芒。 叶秋催动透空神念波, 结合魅眼心意, 仔细探索四周的动静, 发现意识神念只要一理体就会瞬间瓦解, 遭受到了一种莫名的限制。 第204章站台出胜, 叶秋没有强求, 知道这里有规则之力的束缚, 便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叶秋顺着那通道前行了一炷香的功夫, 前方出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大洞, 一座悬浮的站台被光雾包裹, 四周许多符文演变而成的字体吸引了叶秋的关注。 来到站台外, 叶秋注视着那些字机, 这儿记载了有关站台的情况, 以及一些隐秘。 这是同级站台, 有着特殊限制, 超越修为境界的一切兵器法宝都无法在站台上发挥应有的威力。 两个境界高低不同之人登台一站, 同级站台会自动分辨双方的境界强弱, 以修为较弱之人的境界为最高限制, 以保证双方处在同一境界, 同一水平线上公平一站。 这对低境界的修饰来说是一种好事, 而高境界的修饰因为修为时间比较长, 经验比较丰富, 也不会吃亏。 同级一站, 胜者自动跳转, 会获得一次嘉奖, 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弯路或是麻烦。 此外, 登台之后, 站台会自动感应到附近的修饰, 给登台者选择的机会, 可从中挑选一人作为对手。 当然, 对手可以拒绝, 那种情况下不允许应来, 必须是双方自愿才能在站台上一站。 这地方还真是有点意思啊, 竟想出这种玩法。 夜秋一月登台, 只见站台四四方方, 直径十丈, 拥有折叠伸缩的空间特性, 可满足各个境界的修饰比赛。 夜秋在站台上走了一圈, 一些身影便浮现出来, 那些都是附近的修饰, 一共有四人, 两个万古门高手, 一个天荒教高手, 另一位则出自蛮陵门。 这些全都是空明境界的强者, 借助法宝之力进入光柱, 出现在了附近区域。 夜秋朝着那蛮陵门高手一点, 那人便突然出现在站台之上。 夜秋是你, 这是怎么回事? 夜秋指了只站台四周的符文字机, 让他自己看, 并询问他的名字。 朱承玉, 这上面说只要获胜就能自动跳转, 顺利前进, 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弯路, 麻烦与考验, 是最快抵达核心区域的方法。 朱承玉看上去五旬开外, 但夜秋知道他至少已经修炼了数百年。 获胜者之人可以快速前进, 但落败之人则需要接受考验。 夜秋随口提醒, 两人毕竟同属蛮神宗, 又没有直接恩怨, 面子上不能太难看。 朱承玉笑道, 如此甚好, 我直接打败你, 就能进入下一关。 夜秋道, 这样输来, 你接受挑战。 朱承玉道, 这种好事我当然接受了, 即便是同境界一战, 我也有必胜的把握。 夜秋笑了笑, 体内运转的灵气突然加速, 修为境界在不断攀升, 站台开始检测, 最终的结果显示, 夜秋处在玄灵舞众境界之上。 对面, 朱承玉的修为境界在快速下降, 受到了站台的约束, 也到了玄灵舞众巅峰境界。 交手之前,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 夜秋很平静, 朱承玉在适应了一下新境界后, 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夜秋, 你知道灵天想杀你, 却还愚蠢地找我挑战, 你真的是活腻了。 夜秋笑道, 你知道灵天为什么要杀我吗? 朱承玉一愣, 这个问题他还真不知道。 为什么? 夜秋道, 因为我知道灵天的秘密, 他在灵神塔的第五层 败邪恶的灵神为师, 想要颠覆蛮神宗, 重新一统蛮灵门与蛮五门。 朱承玉骂道, 你胡说, 夜秋不置可否, 继续道, 当年, 满五天神将灵神塔从满灵门一到城中, 并镇压在那, 就是因为灵神很邪恶。 这么多年来, 只有两人登上灵神塔的第五层, 一个是灵天, 另一个就是我。 朱承玉惊呼道, 你曾登上灵神塔第五层, 这怎么可能? 夜秋道, 我若没有登上第五层, 又怎么知晓灵天的秘密? 灵神想让我败在他脚下, 学灵天一样受他驱使, 可惜我拒绝了。 所以灵天想杀我, 他想成为灵神唯一的传承者, 希望如同昔年他的先祖灵圣一般, 打破满五天神一手创立的满神宗, 他要亲手创立属于他自己的满灵宗。 朱承玉愣住了, 好一会才惊醒过来。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也支持他, 满神宗的存在对于满灵门的很多人而言, 那就是一种耻辱, 我们必须将其推翻。 唯有满灵门创立的满神宗, 那才是我们认可并想要的。 夜秋笑道, 如此, 你是一心要协助灵天, 把我杀掉了。 朱承玉横道, 这还用问吗? 开始吧。 夜秋道, 四周的文字记载, 战斗模式一开始, 我们之间的交战就会出现在所有人眼中, 包括明渊谷外的三派高手与妖兽。 朱承玉道, 我知道, 所以我们的交谈到此结束, 看招吧。 一步跨出, 朱承玉周身灵闻闪耀, 形成一个距灵阵, 开始吞纳战台四周的游离能源。 夜秋笑而不言, 神色平淡, 身上有灵土显化, 那是一座座大山, 唯厄威严。 两人的身影被投射到了各个地方, 这一神秘区域内的其他高手都在第一时间觉察, 并关注这一战。 明渊谷外, 三派高手从那巨大的光柱表面上看到了夜秋与朱承玉的身影,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 蓝神宗门下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这是窝里反吗? 天荒郊的高手在调侃, 奉辞意味明显, 万古门有高手笑道, 人家这叫切磋, 肥水不流外人田。 不管是谁赢了, 都将获得一次前进的机会, 那可比落在别人手里强。 其实万古门与天荒教都知道, 满武门与满陵门一向不合, 夜秋与朱承玉之战, 多半也是生死争斗, 互不相容。 好在光柱表面上显示出了同级站台的比赛规则, 这让满武门的王兴, 远古, 罗琳等人稍稍心安。 夜秋加油, 干翻他, 远古大叫, 他知道夜秋的战斗力, 故意刺激蛮临门高手。 鬼叫什么, 同境界较量, 经验最为重要, 夜秋输定了。 蓝临门有高手反驳, 对同伴充满了希望。 远古叫嚣道, 经验有屁用, 稍后看夜秋怎么收拾他。 站台之上, 夜秋与朱承玉之间的交战开始了。 作为满临门的高手, 朱承玉原本拥有空明六中境界的实力, 高出夜秋太多了, 虽然经济被压制, 但高手的眼力、 心智经验都完全保留, 配合满临门那千奇百怪的灵术, 一般来说是稳赢不输的。 夜秋明白双方之间的情况, 采用了防守的策略, 因为这一战附近的所有人都能看见, 夜秋不想过分曝露自身的秘密, 所以时间拖长一点比较好。 朱承玉脚下灵魂画阵, 具有束缚、牵引之力, 让夜秋受到了很大限制。 夜秋施展出班山绝, 将自己镇压在那, 闻风不动, 丝毫不受影响。 朱承玉显然了解夜秋的一些情况, 知道他会班山绝, 在夜秋不动时突然展开快弓, 如猎豹般敏捷, 指尖符文绽放, 画作立剑与刀锋, 锁定夜秋全身要害。 夜秋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但他并不慌乱, 身上的灵土起到了很好的防御效果, 朱承玉的攻击落在他身上, 瞬间就被反弹开, 很难对他造成伤害。 看不出你还有点能耐啊, 接我这招福灵术。 朱承玉身上突然飞出一根根藤条, 缠绕在夜秋身上, 迅速将他捆绑起来。 明渊谷外, 蛮陵门的高手看到这, 全都露出了微笑, 蛮五门除原谷外, 其他几人都略显担忧。 古猎与清月仙子都在仔细观战, 他们多少有些威武夜秋担心, 不希望他落败, 更不希望他受到伤害。 夜秋没有挣扎, 静静地看着朱承玉, 问道, 接下来又该怎么办了? 朱承玉道, 接下来就是取你性命了。 朱承玉二指一并如同利剑, 直刺夜秋心脏, 要将他斩杀。 夜秋此时无法动弹, 也没有动弹, 他只是看着朱承玉, 左眼之中利剑道悬, 灵溪心剑无声而来, 直接将朱承玉的尸海击穿。 下一刹那, 夜秋震断了身上的藤条, 左手又补了一下, 手指洞穿朱承玉的眉心, 已掩饰他的灵溪心剑。 明渊谷外,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 看着画面上朱承玉一脸恶然, 死不瞑目的瞪大双眼, 显然夜秋的致命一击出人意外。 有一种获胜叫冒险, 有一种成功叫计算, 夜秋的调侃透着几分嘲笑, 朱承玉未出一言便仰面栽倒, 当场死亡。 夜秋搜查了一下朱承玉的尸体, 从他怀中找到了一片扇贝, 上面有一道十分深奥的福音, 之前朱承玉就是凭借这片扇贝 进入了光柱之中。 战斗结束, 画面消失, 对于这样的结果, 远古是大笑不止, 白云归, 林若冰, 幻雪青琉璃也都同处那个神秘区域, 全都看见。 某一处, 零天气的咬牙, 怒声道, 夜秋, 遇上我, 你就死定了。 在神秘区域的不同之处, 万艳青, 饥荒, 是天虎, 欧峰, 沈亿等人都看到了夜秋获胜的画面, 对于他出其不意的逆转, 大家虽然惊讶, 但却并未放在心上, 总认为那是夜秋太狡猾, 取巧罢了, 算不上真本事。 第205章诸多疑点, 夜秋获胜之后, 朱成玉的尸体被自动移到台下, 而夜秋则站在台中间。 四周, 符纹字体开始旋转, 投射出一道道符纹锁链, 缠绕在夜秋身上, 形成了一个光碱。 下一刻, 光碱震动, 虚空裂开, 夜秋被眨眼传送出去, 出现在了另一个陌生的通道里面。 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夜秋顺着通道继续往前, 转过一个大弯, 前方出现了一个封闭的石室, 竟然没路了。 夜秋来到石室中, 石壁上印刻着一些字迹, 由各种符纹组成。 夜秋自语道, 这是字体是谁留下的? 石壁上的字体在迅速移位, 像是在解答夜秋的疑惑。 道法自然, 光阴如箭, 天道会顶, 随心所变。 夜秋惊讶极了, 脱口道, 随心所变, 真有这么神奇吗? 这话说完, 石壁上的字体又自动转变, 百万时光, 万法淬炼, 荒天不灭, 圣法所传。 夜秋围眯着双眼, 思索着这番话, 轻声问道, 何为圣法所传? 石壁上, 一个个字体排开, 化作一座座大山, 一共九十九座, 这让夜秋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却又一时想不起来。 前路何方, 夜秋沉思了片刻, 问起了关键的话题, 万法为顶, 隐而不鲜, 这个回答让夜秋惊讶, 隐而不鲜, 难道就在身边? 夜秋在时事内走了一圈, 全力运转一身所学, 魅眼星音结合透空神念波都一无所获, 但是在加速运转藏天诀时, 夜秋感受到了一丝异样。 奇怪, 怎么在这时事内修炼藏天诀, 感觉与别人不大一样? 夜秋又尝试了万古诀与天荒诀, 其中天荒诀也有感应。 夜秋静下心来, 抛开一切杂念, 就在这时事内专心修炼, 整个人很快进入了空灵状态。 那一刻, 时事中出现了一尊方顶, 时影实现, 感应不到任何波动, 而夜秋却无巧不巧的盘坐在方顶内部。 仔细看, 许多大道符文缠绕在夜秋身上, 他自身并无感觉, 但那些符文却在他的体内快速结合, 化作神秘印记, 明刻在他身上。 这一幕持续了半个时辰, 方顶变得越来越淡, 最终完全消失, 而夜秋也正好醒来。 持壁上的字机消失不见, 出现了一道门户, 通往另一边。 夜秋疑惑地看了看四周,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这才走入那道门户, 穿过一条狭长的隧道, 来到了一个大洞中, 那里又有一座站台。 这个大洞有两条通道, 夜秋走的就是其中一条, 另一条通道上, 一头妖兽正迅速靠近, 很快就与夜秋遇上。 那是一头空明境界的妖兽, 实力异常强大, 释放出强大的震折力, 直接朝着夜秋冲来。 夜秋一跃而起, 落在了站台之上。 妖兽想也不想便追了上来, 想要把夜秋吃掉。 夜秋闪身避让, 站台出现了自动检测的情况, 立马确定了夜秋的修为境界, 使得妖兽的境界急剧下降。 为什么这样? 妖兽咆哮, 感到惊慌, 夜秋笑道, 这是同级站台, 你想与我动手就只能同境界比较。 妖兽明白之后, 怒道, 同境界我一样能杀了你。 这是一头虎狼兽, 是虎妖与狼妖结合后产下的异变兽, 既有猛虎的霸道, 又有狼族的狡诈。 妖兽的修为方式与人类不同, 一般是修炼天赋神通, 具有鲜明的特色。 夜秋施展出班山绝, 双方激战的画面又一次出现在众人眼前, 不管是谷外, 还是同属夜秋所在的神秘区域, 大家都能看到。 虎狼兽体型巨大, 狼爪锋利, 凶猛无比, 动作敏捷, 一上来就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夜秋施展出九燕刀, 结合落花残红刀法, 阴柔诡异的招式正好与虎狼兽的刚猛绝伦相克, 双方以快打快, 在站台之上纵跳飞跃。 看到交战画面之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一战, 此前夜秋是取巧即杀了朱承玉, 这一次换了一个皮厚高大的对手, 夜秋又能否获胜呢? 白云归, 林若冰, 幻雪, 远古, 青琉璃等人都对夜秋充满了信心, 沈亿, 林天, 万叶年, 饥荒, 是天虎, 欧峰等人则巴布得夜秋死去。 同境界中, 妖兽在战斗力方面有着天生的优势, 他们肉身强大, 无论是破坏力, 还是防击打能力, 都比天生体弱的人类强上很多倍。 夜秋的落花残红刀法很灵厉, 猝刺在虎狼兽身上留下伤口, 痛得他狂吼大叫, 但却很难以及避命。 夜秋心中有悲, 心虎有泪, 落花残红刀法在他手中浑然天成, 激进完美。 然而这套刀法很诡异, 总是在平凡中创造传奇, 夜秋心中的悲痛越深, 刀法的威力就越强。 而进入这一状态后的夜秋, 心虎有泪让他常撕伤悲, 保持着一种持续增长的过程。 落花残红, 情深不受, 夜秋心中涌现出一个朦胧的身影, 看不太真切, 但却透着莫名的忧怨与凄美。 虎狼兽狂吼怒叫, 越沾越惊, 他之前还能与夜秋硬拼几下, 如今已沾不到夜秋的身, 变成了挨打的对象, 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 狡诈的虎妖兽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劲, 竟直接冲下站台, 选择了放弃认输, 修为实力瞬间便恢复了。 夜秋有些无语, 本打算斩杀这头妖兽, 谁曾想他竟然跑了。 夜秋又一次获胜, 落花残红刀法已成为了他的成名绝技。 虎狼兽在台下怒视着夜秋, 想等他下来后将他吃掉。 夜秋自然不会上当, 他就站在台上, 任由四周的字体符纹缠绕在身上, 开启了第二次的空间跳跃。 又一次出现在了陌生的隧道中, 夜秋还是谨慎地看了看四周, 随后沿着隧道前进。 不多时, 夜秋又来到了一间时事, 情况与前一次有所差别。 眼前的时事比之前那一间大了一杯有余, 四笔之上没有字体,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符文印记。 夜秋认真观察每一个符文印记, 将它们完全牢记, 随后开始自言自语。 这些符印代表着什么意思? 石壁上的符印开始移动方位, 组成了一些图案, 这可有点伤脑筋。 夜秋静心思索, 似懂非懂, 不时询问一些问题, 然后进行对比参照, 逐渐从中领悟了一些东西。 这一过程中, 时事内突然出现战斗画面, 那是林若兵与万古门的一位空明境界高手在激战。 因为是同境界比试, 万古门的高手并不占据优势, 林若兵的三皇爵配合鸾凤神戟, 爆发出了惊人的神威, 击败了对手的长青如玉, 获得了一次胜利。 夜秋对着结果很是满意, 师姐林若兵虽然境界不算太高, 可是同境界中还是有力压同辈的实力。 之后是一片宁静, 夜秋在专心领悟, 将一身所学从头到尾都修炼了一遍, 整个人进入了空灵状态。 时事中, 一尊更大的方鼎若隐若现, 夜秋就置身在方鼎中修炼, 可他却并不自知。 方鼎内部万道齐聚, 数不尽的大道法则与天道之力加诸在夜秋身上, 与他身体之间产生了融合, 但是夜秋的潜意识里却丝毫未觉。 为什么会这样, 夜秋并不知道, 那方鼎是什么, 他也一无所知。 甚至到最后, 方鼎会逐渐淡化消失, 这其中的缘由也让人费解。 夜秋不知道修炼了多久, 醒来时就见石壁上多了一个门户, 情况与之前相似。 夜秋没有多想, 进入门户之中, 不疑会前方出现了三岔路口, 需要他做出选择。 左边还是右边, 这其实不好选择。 夜秋考虑了好一会, 才顺着左边的隧道前进。 大约前行了三百丈左右, 前方传来耀眼的亮光, 露出了一个洞口。 夜秋一闪而至, 来到了洞口外, 里面金碧辉煌, 竟堆满了数不尽的金矿石。 金子, 夜秋感到意外, 这玩意对于寻常百姓而言或许是一大笔财富, 可对于修饰来说金钱都不过是粪土。 夜秋走入洞内, 看着堆积如山的金矿石, 随后拾起一枚, 发现上面有着天然的纹路, 质地很坚硬。 夜秋取了几个金矿石, 发现每一块的符纹都不尽相同, 这让他隐约捕捉到一丝灵光。 开启神界, 夜秋将这些金矿石收入其中, 一共十二万九千六百枚。 一块不多, 一块不少, 这更加肯定了夜秋心中的猜测。 洞中没了金矿石, 光线一下子就暗淡下来, 夜秋转了几圈, 仔细搜寻了几遍, 在洞顶发现了一枚玉石。 豌豆大小, 晶莹如玉, 内部有阴晕之气在翻滚。 夜秋凝视着玉石, 眉眼星音感受到了异样的波动, 透空神念波也捕捉到了玉石内部的信息。 一元金光阵, 面膜又图神, 玉石之中记载了一套阵法, 需要由十二万九千六百块金矿石构建而成, 极其的复杂与繁傲, 但却威力绝伦。 夜秋斗取了一元金光阵的内容后, 那玉石便自动破碎, 耗费了一炷香的时间, 夜秋才慢慢消化, 而心中却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这玉石是谁留下的, 为何上面记载了一元金光阵, 那难道也是岁月累积, 道法自成? 那十二万九千六百块金矿石也来的蹊跷, 是怎么收集而来, 是荒谷大陆的神奇伟力, 还是某位高手的手笔? 第206章千寿古顶, 夜秋沉思, 不得其解, 随后便离开了那里。 回到三岔路口, 夜秋往右走, 通道的地面上浮现出一道道白骨符纹, 看上去诡异极了。 夜秋心神绷紧, 有种异样的感触, 这些白骨符纹看上去都不是人骨, 而是各式各样的兽骨, 人何会出现在这隧道之中? 难道这是一条死亡之路, 由白骨堆成, 通往绝境之中? 那些骨符并不复杂, 也说不上深奥, 但却透着一股森寒的味道。 夜秋踏着白骨之路往前走, 大约前行数千步, 来到了一个由白骨构建而成的大洞中, 那人堆积着一些巨大的骨头, 看上去就像是坟墓。 这是骨坟吗? 夜秋惊悚, 目光环顾四周, 在那股坟不远处, 一些白骨堆积在一起, 构成了一座祭坛, 因僧而恐怖。 这个地方没有同级站台, 与夜秋想象中不同, 眼前的景象让人惶恐, 却又搞不懂。 夜秋缓缓前移, 朝着那股坟靠近, 体内的万寿天塔出现了轻微震动, 昔日服用的各种腰单在体内迅速分解, 变得异常活跃。 夜秋看着股坟, 感觉里面似乎葬着什么, 那座祭坛也很古怪, 与荒塔顶的传说有些格格不入。 传说中荒塔顶历史百万年才孕育而成, 这百万年的时光里, 这片区域到底发生过甚麻, 有多少生灵牵扯其中, 这些兽谷是不是就是百万年间死去的那些妖兽之谷。 夜秋思绪活跃, 想到了很多, 人却来到了那祭坛处。 堆积的兽谷看似杂乱无章, 却又透着几分规律, 夜秋绕着祭坛走了几圈, 不时停下脚步, 陷入了思索。 半晌, 夜秋扭头看着股坟, 催动体内的万兽天塔, 一株股树从夜秋内部显化出来, 与祭坛股坟之间产生了共鸣, 引发了实施的震动。 各种兽类的嘶吼出现在四周, 数不尽的野兽, 妖兽呈现出来, 历经出生、成长、壮大、衰亡的过程, 包含万古沧桑, 天道循环, 让夜秋看到了生死枯荣, 心中感触凉多。 祭坛在震动, 股坟中有光滑溢出, 石壁上大量的股坟脱落, 一尊谷顶从股坟中缓缓腾空。 这尊顶精致细小, 颈拇指大, 铭刻着神秘的纹路, 骨质晶莹剔透, 就像是一个小小的事物。 夜秋伸出左手, 股顶自然飘落, 洋溢着神秘的气息与波动, 流淌着莫名的光泽。 这到底是什么? 夜秋感到疑惑, 股顶微小, 不像是荒天顶, 因为这来得太容易了。 股坟裂开, 变成了一个洞口, 通往未知的道路。 夜秋没有急于离开, 走到祭坛边将手中的谷顶 轻轻放在祭坛上, 刹那间光滑万道, 百兽齐出, 围绕在谷顶四周, 列阵以待, 像是在恭迎天地之主。 夜秋感到迷惑,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继续观察, 祭坛的震动越来越强烈, 那些兽谷开始冰裂, 数不尽的符文印记涌入谷顶内部, 在顶内交织凝聚演化重组, 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印符。 夜秋体内的万兽天塔出现了强烈震动, 散发出一股犀利, 竟将谷顶之中的那个印符给吸了过去, 钻入了夜秋的身体。 那一刻, 夜秋发出了一声低吼, 身体在急速膨胀, 整个人瞬间拔高促寸, 变得魁梧高大, 体内腰单之力全面爆发, 结合万兽天塔, 让夜秋的实力突飞猛进。 夜秋脸色潮红, 她在全力压制, 不让修为境界强行突破, 但却借此淬炼筋骨, 强化肉身, 综合实力变得更加恐怖。 啪的一声, 祭坛碎裂了, 鼓顶飞回夜秋的手中, 内部有阴晕之气在转动, 看上去神异极了。 这到底是什么? 夜秋不认的, 开始沟通黑玉花, 想获取她的知识信息, 看她认识不。 夜秋如今的修为境界在不断增长, 依照这种情况发展, 日后必将完全融合吞噬, 炼化黑玉花, 让她彻底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在这之前, 夜秋还需要时不时沟通黑玉花, 从她那里获得一些情况。 这是千兽扶远顶, 能够从兽骨, 兽骨, 兽魂之中提炼妖兽的天赋神通, 你有万兽天塔在身, 此顶对你日后进入万兽血池有莫大好处, 三者融合可让你在这一领域成就无上巅峰。 夜秋暗喜, 左手紧紧握住千兽扶远顶, 发现她慢慢地融入了掌心血肉之中。 那一刻, 祭坛爆炸, 从此没有, 时事内骨粉四散, 自动凝聚成很多玄妙的符纹。 夜秋心无执着, 平静地看着, 能记下多少是多少, 并未强求什么。 片刻, 骨粉飘落, 一切成空, 夜秋走入了骨坟中, 开始了新的旅途。 夜秋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空间, 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地下, 见不到蓝天白云, 看不到花草树木。 通道中传来一股强大的波动, 那是有高手在迅速靠拢。 夜秋眼颇微动, 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眉宇间多了一丝凝重。 前方, 半影一闪, 欧峰出现, 两人在通道中相逢。 嘿嘿, 想不到我们会先遇上, 你连胜两场, 竟也没有走到我前头。 乌峰斜笑道, 心思让人猜不透, 夜秋坦然道, 我都不知道这是何处, 何为先何为后, 只是有路就走, 还没有搞懂这里的规则。 乌峰道, 这地方很诡异, 你要前进我要过去, 你说我们如何是好呢? 夜秋想了想, 笑道, 擦肩而过, 似曾相逢。 乌峰笑道, 好一句似曾相逢, 夜秋, 我突然发现有点喜欢你了。 夜秋道, 每个人都有优点, 总会在某些时刻讨人喜欢的。 乌峰大笑道, 说得好, 希望下次相逢你还依旧如故。 一闪而过, 欧峰就这样走了, 夜秋没有回头, 不急不缓地朝前走去, 穿过隧道来了一个大洞中, 那人有很多岔道, 分别通往不同之处。 呼呼地风声带来了一丝良意, 各种声音在此汇聚, 让夜秋的六视变得敏锐了很多。 突然, 一丝危机感涌上心头, 那是修士的直觉。 夜秋一闪而过, 选了一条通道, 快速往前冲。 后方, 一丝若隐若现的杀气锁定着夜秋, 认他如何加速始终无法摆脱。 冲出通道, 前方是一个宽敞的时事, 没有看到出路, 但却很适合战斗。 夜秋心思急转, 内眼心音观察着此处, 觉察到了一丝异样, 但短时间内可能无法雾透。 回身, 夜秋看着追来之人,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心情却有些沉重。 我们终于还是遇上了, 万燕青晓得有些冷酷, 这里没有同级站台, 不会有人知晓双方的战斗。 夜秋是玄零五重境界, 而万燕青已经步入空灵七重, 双方实力悬殊, 这种情况下, 要杀掉夜秋那是很容易的。 是啊, 终于遇上了, 听说在来这之前, 你曾在一座寸草不生的大山上 得到了一见奇珍。 夜秋很平静, 就像是老朋友在闲聊, 万燕青冷笑道, 你觉得这个问题我会回答你吗? 夜秋笑道, 你不回答是因为在你的潜意识里, 觉得没有十足的把握杀我, 所以怕我泄露出去, 是不。 万燕青被夜秋说中了心事, 急忙否认道, 胡言乱语, 我这叫谨慎, 你以为这种情况下, 我会杀不了你吗? 夜秋嘲讽道, 对一个必死之人这般谨慎, 你是在害怕吗? 万燕青怒道, 我会怕你, 夜秋挑衅道, 不怕那你就回答我啊。 万燕青横道, 你知道了我的秘密后, 只会死得更快的。 夜秋默然道, 你不正希望我早点死吗? 万燕青怒道, 你既然成心求死, 我就成全你。 来此之前我确实得到了一件起宝, 那是一件骑兵, 滴血夺魂钩。 夜秋激凤道, 名字不怎么样嘛, 估计威力也很弱。 万燕青怒笑道, 威力弱, 你真是蠢货, 那可是旷是骑兵, 威力无穷, 煞起惊天, 锐起屠龙。 夜秋不懈道, 没听过, 万燕青横道, 这是来自忧郁第三重蓝穴大陆的神兵, 你自然没有听说过。 夜秋道, 没听过可以见识一下啊, 你不会驾驭不了吧。 万燕青冷傲道, 杀你, 我一只手就足够, 何必动用滴血夺魂钩。 夜秋道, 我记得我们之间, 以往并无深仇大恨。 万燕青道, 确实没有深仇大恨, 可是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从你身上觉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 那是修士的直觉。 那一刻我就知道, 此生绝不能让你活着, 否则就会对我构成威胁, 我要将所有不确定的因素全都抹杀在摇篮中。 夜秋竖起拇指, 赞道, 枭雄本色, 心狠手辣, 果决从容。 万燕青道, 你也不错, 境界虽然不高, 却混出了一点名声, 让白云归都对你如此在乎。 夜秋笑道, 你这是夸奖我, 还是嫉妒我? 万燕青傲然道, 对一个死人, 我用得着嫉妒吗? 夜秋道, 我不还站在这里吗? 万燕青大笑道, 那是因为我还想让你多活片刻, 想看到你惊恐不安, 跪地求饶的下场。 夜秋没有生起, 反而笑道, 原来你对我的期待还蛮多啊, 只是这些期待恐怕会让你失望了。 第207章两败俱伤, 万燕青自要道, 我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若是在外面想杀你确实不易, 但是在这里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夜秋语气一冷, 横道, 若是有同级站台, 恐怕你就不敢这样说了。 万燕青道, 即将法对我无用, 就算你在玄灵舞中境界上力压同辈, 但对于我来说, 你始终只是一个蝼蚁, 没有机会成长下去。 夜秋看着四周, 突然道, 这里很大, 很适合动手, 你觉得呢? 万燕青围眯着双眼, 留意着四周的情况, 这个时势很大, 大的有点反常。 确实很适合动手, 这样的环境可以让你在死前尽情地发挥, 一展所学, 死而无憾。 夜秋道, 这个地方没有出口, 你不觉得奇怪吗? 万燕青道, 杀了你之后, 我有的是时间寻找出口。 来吧, 拖延时间对我没用, 这个地方不会有人找来, 你今天非死不可。 夜秋道, 不要太自负, 现在的你比起沈亿与灵天来说, 还差了很多。 万燕青一向自负, 最讨厌别人看不起自己, 夜秋那沈亿与灵天跟他比, 他岂能淹得下这口气? 我已然步入空明七重境界, 绝不会比他们弱。 夜秋讥讽道, 沈亿有先王宝点在手, 你有什么? 灵天是灵神传承者, 拥有百世难遇的天阳圣体, 你能与他相比吗? 万燕青道, 沈亿有先王宝点, 吾有滴血夺魂沟。 灵天是天阳圣体, 吾有明寒悬脉在身。 明寒悬脉也是一种罕见的特殊体质, 适合修炼阴寒功法与神通, 悬脉比起一般人的经脉要大很多, 先天占据着一定优势, 绝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 夜秋脸色为变, 惊叹道, 想不到你身上的秘密还蛮多啊。 万燕青冷笑道, 你说了半天不就是想套我的话吗? 现在知道了, 还不死心吗? 夜秋笑道, 我干嘛要死心, 我对你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你对我了解多少呢? 万燕青道, 知道你的修为境界就足够了, 以我们之间的差距, 就算你有奇珍一宝在身, 也无法弥补双方之间的这种悬殊, 所以这一战你死定了。 夜秋鬼笑道, 那可很难说, 一闪而退, 夜秋朝着时势中心处飞去, 地面涌现出符文精莲, 吞吐着一道道弯曲的光滑, 让巨大的时势变得神意非凡。 万燕青傲然冷笑, 右手凌空一抓, 虚空都在崩裂, 一股强大的力量作用在夜秋身上, 直接把他给拉了回来。 夜秋眼神为变, 并没有挣扎, 而是寄出天威弓, 左手持弓, 右手拉弦, 一道黑色的光剑锁定万燕青, 让他全身冰凉, 有种莫名的惶恐。 那一刻, 万燕青骇然变色, 身体在快速移动, 眨眼之间就转变了数百次方位, 却始终摆脱不了夜秋那一剑的锁定。 万燕青脸上露出了从未有功的动容, 目道, 你这是什么功? 夜秋默然道, 大街上随便买来的, 你那么害怕干什么? 万燕青怒道, 放屁, 你以为我是那么好胡弄的? 一股血沙之气迷茫四周, 一把滴血的弯钩出现在了万燕青的手中, 散发出恐怖的波动, 仿佛要毁灭整个苍穹。 夜秋身体绷紧, 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 滴血夺魂钩释放出来的威慑力属于有形之力, 而天威弓释放出来的精神压迫则属于无形之力, 双方各有不同, 互不相冲, 因为万燕青受到了可怕的精神压迫, 而夜秋也遭受到了滴血夺魂钩的振折。 夜秋即出方天星盘, 垂下一道道星光, 形成了一种防御, 冲顶了滴血夺魂钩的部分威慑。 万燕青境界远在夜秋之上, 滴血夺魂钩能散发出来的威力自然比方天星盘的要强很多。 如果两人处在同一境界上, 滴血夺魂钩与方天星盘鼠强鼠弱那还真是不好说。 眼下, 万燕青在境界上占据优势, 但夜秋却在数量上领先一筹。 双方相得十促杖, 谁也没有开口, 气氛有些凝重。 夜秋弯弓带射, 精气神宁成一股, 如历见锐不可当, 让万燕青感到十分恼怒。 自己明明有着超越夜秋的修为实力, 谁想却遭遇了这种结果, 那把弓让人心神战斗, 内心沉浮, 根本就不敢违背他。 夜秋却是待发, 并没有轻易射出这一箭, 因为他也没有必杀的把握。 万一这一箭杀不了万燕青, 自己就将面对滴血夺魂钩的进攻。 那箭骑兵极其恐怖, 夜秋不敢肯定方天星盘能否防御得住, 所以不出手势上策, 以攻心之术逼退万燕青那将是最好的结果。 万燕青也不敢随便出手, 以他的修为境界, 若是与夜秋拼过两败俱伤, 岂不让人耻笑。 拥有境界优势的万燕青是不会蠢的与夜秋拼死拼活的, 他在寻思对策, 今天绝不能让夜秋活着。 这个区域神秘诡异, 可能荒天顶就真的藏在这, 为了争夺那件绝世奇珍, 万燕青绝不容许自己受伤或是有损实力, 他必须保持着最佳状态, 方能在关键时刻出手抢搏。 夜秋没有这么多的顾虑, 他在考虑退路, 两人不可能一直僵持下去, 总得有一方要先退出。 凝视着万燕青, 夜秋手中的天威弓变得越发的强大, 满弓如跃, 戏势攀升到极致, 那是出手的征兆。 万燕青脸色阴沉, 双眼为咪, 手中的滴血夺魂勾横在胸前, 做好了随时防御与反击的准备。 一声力笑滑破长空, 夜秋最终射出了那一剑, 前方虚空波动, 无形的精神压迫让天地都在哀嚎, 万物都在战斗。 世间的极限分为两种, 一种是荔枝极限, 有形有色, 另一种是精神极限, 无形但却压制万物, 万燕青怒吼, 他没有选择, 在夜秋射出那一剑的时候, 他挥动了手中的滴血夺魂勾, 一道血色的皮链斩碎苍穹, 朝着夜秋席卷而去, 巨大的石石都在迅速崩裂, 地面的符纹莲花一朵朵破灭, 承受不住那一剑的恐怖。 夜秋全力催洞方天星盘, 使其放大促背, 地面出现了超重力场, 百倍重力形成的场域让虚空都在扭曲。 万燕青那一剑破灭天地, 斩碎生机, 血煞之力如逆天狂龙吞噬一切, 威猛无匹。 天威弓射出的一剑化作了一只乌鸦, 带来了地狱的问候, 锁定万燕青的眉心是海, 让他无处可躲。 万燕青一剑挥出, 逼血夺魂勾顺势朝着那一剑斩去, 血煞之力与精神压迫产生了重冲撞, 引发了爆炸, 但却未能将其逼停。 双方的攻击同时发起, 夜秋的那一剑洞穿时空, 如天威将士, 笼罩在万燕青的心头。 万燕青的一击血煞而恐怖, 仿佛要屠灭世间一切生灵, 将所有违逆之物全都消灭。 万燕青以神兵抵倒那一剑, 夜秋以方天心盘承受这一剑, 双方都有所准备, 但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危机。 一声俱响, 山摇地动, 时时垮塌了近半, 万燕青横飞出去, 眉心滴血, 神魂遭受了重创。 夜秋被直接轰飞, 头顶的方天心盘在急速转动, 一次次冲底那股恐怖的血煞之力, 百倍重力形成的场域眨眼就破灭了。 低血夺魂勾确实威力恐怖, 但却未能杀掉夜秋, 只是将其重创, 其孔都有鲜血溢出。 这一战双方两败俱伤, 乃是夜秋预料之中的结果。 万燕青脸色铁青, 事先他从未想过, 自己竟然会伤在夜秋手中。 这其实就是夜秋的聪明之处, 有形之力的比拼因为境界悬殊太大, 夜秋根本不是万燕青的对手, 所以他选择了无形的精神压迫。 这方面, 夜秋成就惊人, 并不在空明境界的高手之下, 借助天威功之力, 足以与很多高手叫板。 翻身而起, 万燕青怒视着夜秋, 手中的滴血夺魂钩在滴血, 源自他的眉心处, 正迅速融入夺魂钩。 夜秋缓缓站起, 左手中止乌光绽放, 天威功再次出现, 立在他的身前, 右手拉弦, 飞语自现, 二次透射出恐怖的精神波动。 夜秋, 我真是小看你了, 万燕青咬牙切齿, 但却不敢妄动, 夜秋伤得不轻, 但他却神色从容。 我说过, 与沈亿, 临天相比, 你还差很多。 他们也一直想杀我, 可我却一直都活着。 万燕青恨声道, 别得意, 这一次我是不清楚你的底细, 下一次我不会再给你施展那张弓的机会, 我一定会亲手杀掉你。 一闪而退, 万燕青以神兵逼血夺魂勾护体, 顺着通道退了出去。 夜秋没有攻击, 收起天威弓, 缓缓转身看着附近。 打开神界, 夜秋取出两株灵药服下, 头顶方天星盘, 仔细打亮着已经垮塌了一半的时事。 完好无损的区域里, 一丝丝符纹从地面升起, 在半空中形成了星空奇景, 可以看到各种飞行的行星, 恒星、卫星, 以及星云, 朦胧而美丽。 夜秋小心翼翼地靠近, 体内的伤势在灵药的滋养下迅速复原, 细胞重生, 血液净化, 身体在自我修复。 那片星空奇景很吸引人, 许多星辰的运行轨迹很古怪, 在半空中形成了一尊顶, 这让夜秋很吃惊。 第208章十顶现世, 夜秋尝试着靠近, 那些符文演化的星空奇景 并没有对它造成任何伤害, 完全就是一些虚影幻象, 看似华丽但却抚摸不到。 夜秋在那片区域转了几圈, 心中闪过一念, 就在那星顶旨在盘做疗伤, 方天星盘在它头上盘旋, 垂下一道道星光, 与那奇景交相辉映。 进入疗伤状态的夜秋心无杂念, 并没有发现那些星辰、星云、 星海正在与方天星盘之间产生变化, 许多星纹缠绕在夜秋身上, 慢慢渗透它全身细胞、血液筋骨, 让它的伤势再快速复原, 有了一种脱胎换骨之感。 林若冰获胜之后, 被传送到了一个石灵之中, 这儿明明是地下, 但却一点也不暗, 可以清楚看到石灵的情况。 这片石灵不算很大, 东西横跨数百丈, 南北距离近千丈。 林若冰手握鸾凤神脊, 一条红铃盘旋在身外, 正是那天火霞云, 保护着它的安全。 石灵之中有奇怪的声音回荡不息, 林若冰进入之后, 听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声响, 其中又隐藏着一种玄妙而难懂的音律。 林若冰放慢脚步, 仔细聆听, 四周出现了许多幻象, 全都与那声音有关系。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为何会这样? 林若冰小心翼翼, 不时去触碰一旁的石头, 指尖会泛起光亮, 手指接触到石头时, 耳中的声音一下子就清晰起来。 林若冰自幼在满五门修炼, 手段并不多, 但自从得到了三黄绝后, 整个人的气质美貌都有极大变化, 智慧也得到很大提高。 置身石灵之内, 林若冰小心地前进, 谨慎地尝试, 发现这些石头与那声音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为了搞清楚这一切, 林若冰一边抚摸石头, 一边仔细聆听, 在石灵之中耐心地转悠, 将所有石头都逐一抚摸了一遍。 诸多的信息在他脑海中交织, 数不尽的声响在重叠融合, 慢慢化为了一种声音。 林若冰心无杂念, 慢慢领悟到了一些东西, 就在这石灵之中不停地转悠, 从一开始的漫无目的, 到后来的井然有序, 说明他确实悟出了很多东西。 白云归顺着光柱一直下坠, 突然直接就被传送到了一个迷雾笼罩的区域。 从附近的环境来看, 这是地下世界, 因为头顶有岩石, 后不知己许。 在迷雾中走了一圈, 白云归发现了一个山洞, 便走了进去。 那是一条通道, 前行百丈就遇上了一道火符, 横在通道中间, 要想过去就必须经受考验。 白云归屈指一弹, 一道冰芒射向火符, 引发了激烈的爆炸, 冰火之力在通道中互不相容, 出现了排斥压制的现象。 火符的威力很强大, 但白云归试探后发现, 这种火符只对空明三重境界以下的修饰具备威胁, 自己根本就不怕。 穿过火符, 前方出现了流沙锋刃, 那衣冠危险性很大, 稍不留心就会陷入流沙之中, 无力自拔。 白云归直接硬闯, 连续三观之后, 来到了一个岔道纵横的路口上。 仔细留意了一下, 一共有七个岔道口可攻白云归选择。 白云归犹豫了一下, 前方就有一道身影闪过, 吸引了他的目光。 考虑了一下, 白云归迅速追去, 远远跟着那道身影, 发现那竟是一头妖兽, 拥有空明巅峰境界的实力, 此刻正回头看着他。 白云归没有避让, 冷冷地看着那头妖兽, 眼中闪烁着寒光。 妖兽低声咆哮, 瞪了白云归几眼, 一闪而跑了。 白云归快速追去, 前方电芒闪耀, 三道闪电交织在一起, 呈螺旋状, 刚好把去路堵住了。 那头妖兽硬闯, 被螺旋状的闪电缠绕在身上, 发出了震天嘶吼, 似乎伤得不轻, 但却成功闯过去了。 白云归犹豫了一下, 知道这是一种考验, 实力不够就过不去, 没有任何取巧的办法。 纵身而起, 白云归选择了硬闯, 洁白的衣裙被闪电烧焦, 身上有电流传输, 脸上露出了几分痛楚。 闯过之后, 白云归加速前行, 前方有霞光涌动, 有气流回荡, 似乎有高手在激战。 那是一个巨大的洞穴, 汇聚了不少强者, 洞中有一尊石鼎, 高约三丈, 镇压四方。 白云归看到了很多熟人, 有赤天虎, 沈亿, 灵天, 天雪龙峰, 以及一头巨鹰, 那可是万寿境界的妖兽。 此刻, 巨鹰正在与魔魅族的天雪龙峰对峙, 双方都盯着那尊石鼎, 心里在猜测, 这会是荒天鼎吗? 赤天虎, 沈亿, 灵天各立一方, 全都注视着那尊石鼎, 动用一切手段对他进行探索, 想要分辨他的来历。 白云归之前追的那头妖兽也来到了这里, 在两大万寿境界的高手面前, 他也显得格外谨慎。 巨鹰似乎有些不耐, 口中发出了音题, 尖锐的音波如利剑一般, 让空明境界的高手感到心跳失衡, 全身绷紧。 下一刻, 巨鹰朝着天雪龙峰冲去, 与他展开了薄杀, 赤天虎, 沈亿, 灵天, 白云归四人迅速后退, 不敢置身这一区域, 生怕会殃及池鱼。 石鼎耸力, 可怕的冲击波落在他身上, 他竟然毫发无损。 这难道真是荒天鼎, 赤天虎将姓江仪, 觉得不会这么容易就见到荒天鼎。 可是两大万寿境界的高手交锋, 那种扩散的毁灭之力都伤不了这尊石鼎, 说明他绝不是一般的物品。 沈亿看着灵天, 两人目光交汇, 有刀光剑影在翻滚, 那是精神攻击, 谁也不怕谁。 这个洞穴极其坚固稳定, 天雪龙峰与巨鹰之战催枯拉朽, 但却无法毁坏这里的石壁。 白云归觉得一切都与那石鼎有关系, 应该是他镇压着此地, 形成了特殊的规则, 压制了高手的实力发挥。 巨鹰在这地下不利于展开攻击, 天雪龙峰乃是魔魅族高手, 诡异莫测, 这种环境下正是和他发挥威力。 此消彼长, 天雪龙峰很快占据了上风, 逼得巨鹰连连后退。 最后,巨鹰退出洞外, 天雪龙峰趁机来到石鼎前, 手掌刚刚触碰到顶身就传出一道晴天霹雳, 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瞬间将天雪龙峰震飞出去, 口中鲜血飞溅, 在半空中化为了火焰, 蕴含着极强的能量精髓。 沈亿与灵天趁虚而入, 从两个方向同时赶到石鼎旁。 灵天以权杖去触碰石鼎, 权杖发出了奇异的光芒。 沈亿手中多了一个圆盘, 闪烁着耀眼的灵光, 呈八角形, 再触碰到石鼎时圆盘上的灵魂被激活, 如龙石游走, 玄妙而诡异, 像是在化解某种排斥力。 赤天虎与白云归双双现身, 都在外围观看, 巨鹰迅速冲来, 沈亿和灵天则贴着石鼎躲避。 巨鹰探爪朝着石鼎抓去, 想要将他带离此地, 霸占此顶。 然而就在鹰爪处碰到石鼎之际, 一道绚丽的光滑从石鼎上发出, 如弧形的光刀, 瞬间切入巨鹰的腹部, 让他丝鸣暴退, 鲜血洒落一地, 燃烧起了暗绿色的火焰, 充斥着毒气。 巨鹰的血液有剧毒, 这让白云归是天虎都感到震惊。 修炼到万寿境界的高手, 血液一旦接触到空气就会燃烧, 除非是提前封印。 石鼎重创了天雪龙风雨巨鹰, 可沈亿与灵天却安然无事, 这说明两人确实不可小视。 这时候, 洞穴之中出现了夜秋迎战朱成玉的画面, 白云归看到夜秋获胜, 心中颇感欣慰, 只是不知道夜秋身在哪里。 沈亿与灵天在争夺, 权杖与原盘歌有玄机, 有效克制了石鼎的反噬之力, 让巨大的石鼎出现了一位。 随后山崩地裂, 石鼎冲天而起, 挤穿了厚厚的岩石层, 从明渊谷深处飞出了地面, 落在了三派高手与众多妖兽的眼里。 沈亿和灵天抬头看着飞出去的石鼎, 两人眼神古怪, 竟没有追去, 而是朝着其他岔道冲去。 赤天虎迟疑了一下, 迅速追了出去, 谁想还未冲出地面, 就被一股莫名之力给弹飞了回去。 白云归一惊, 那石鼎明明不受限制, 一下子就冲了出去, 何以赤天虎却被弹回。 可恶的沈亿与灵天, 他们早就知道, 却故意隐瞒。 赤天虎咬牙, 看了白云归一眼, 朝着沈亿走的方向追去。 白云归选择了灵天, 这家伙是灵神传人, 对于荒谷大陆上的很多事情都知根知底, 跟在他后面说不定会省去很多事情。 青流里与幻雪分别进入了不同的区域, 他们也遭遇了各种考验, 见到了夜秋的两次交战, 但就是找不到夜秋在哪里。 饥荒遇上了天傲一末的明天, 两人初次相遇, 明天在暗处见过饥荒, 但饥荒却不知道明天的来历。 双方都有着极强的实力, 都冲着荒天顶而来, 并无直接恩怨, 所以对闯而过, 并没有开战。 万古门与天荒交的几位空明境界高手 也都各有际遇, 或历经考验, 或独创难关, 在不变东西南北的神秘区域中 如无头苍蝇一般, 胡乱的瞎吵。 明渊谷中, 巨大的光柱傲立天下, 直通地底。 没有人知道, 荒天顶是不是在这下面, 因为还没有确定的反馈信息。 也没有人知道, 这是不是一个陷阱, 因为它透着危险的气息。 第209章龙天羽线, 明渊谷上空, 那尊石顶绽放出万千光华, 就像是被沈亿与灵天激活了一般, 数不尽的神文符印从内部渗透出来, 显化在众人与众妖兽面前。 万古门与天荒郊的高手第一时间冲出, 想要抢夺此物。 古猎与清月仙子关系复杂, 两人历经磨难, 虽然表面上处在敌对立场, 但私底下却不希望兵戎相见。 如此一来, 双方都犹豫不动, 只是让空明境界的高手去尝试。 满武门与满灵门的高手人数不多, 但也参与进去, 谁想却被后发先制的妖兽拦截。 这尊十顶气象万千, 大家都对他有着矛盾的心情。 既希望他是荒天顶, 又担心他就是荒天顶, 怕他落在别人手里。 一声唬啸有远至近, 让虚空都出现了阵阵连衣, 似波浪一般, 将附近的高手全都推了出去。 那是一头黑虎, 额头上的王字上面有一点, 那是一只眼睛, 睁开之际有山河破碎的意象, 超凡之极。 王字上面多一点, 那是一个主字, 这黑虎主凶杀, 乃是太古凶兽的后裔, 终于出面插手此事。 在妖族联盟的黑灵王而言, 散布荒天顶的消息不仅要吸引三派进去, 还要把太古九大凶兽全都吸引进去, 那样他才有机可乘。 如今, 黑虎出现, 凶兽现世, 平静的大荒终于要再次响入混乱的黑暗时代。 古猎出手, 拦下了黑虎, 不想他伤了三派高手的性命。 黑虎乃是万寿境界的强者, 张口烈月, 虎啸晶云, 拥有无比恐怖之力。 古猎周身烈焰环绕, 形成一道道火环, 自内而外有小到大, 铺天盖地。 黑虎感受到了威胁, 体型瞬间放大千百倍, 如苍穹巨兽横卧天际, 俯视着大地生灵。 古猎脸色严肃, 身后出现了成天的火海, 连天接地, 无穷无尽, 色泽纯一, 焚天灭地。 清月仙子静静地关注, 并无插手的意思, 偶尔会扭头看一看远处, 那时有高手正在临近。 一把黑伞自虚空中浮现, 一边旋转一边飞来, 伞下立着一道黑影, 冷傲绝世, 杀气惊人。 清月仙子看到这一幕, 绝美地脸上露出了一丝异色。 他竟然也来了, 古猎看到那把黑伞, 见眉微微皱起, 突然收起周身火焰, 一下子退了回去。 黑伞朝着黑虎飞去, 旋转的伞柄发出了呜呜的声音, 如厉鬼的咆哮, 似冤魂在哭泣, 让人心绳不住。 蓝武门这边, 王兴看着那把黑伞, 脸上露出了骇然之色。 冥王散, 他是万古门的万寒山, 远古好奇道, 长老, 万寒山是什么来头啊? 王兴苦笑道, 那是万古门最最杰出的天才, 多年以来, 万古门天骄辈出, 形成了两大世家, 那就是万家与古家。 当年古猎号称万古门五千年一遇的旷世奇才, 可惜年方二五就消失不见。 二十年后, 万古门又出现了一个万寒山, 取代了古猎的地位, 成为了千年来无人可以超越的存在。 远古问道, 那他们两个谁强谁弱啊? 王兴摇头道, 这个没人知道, 因为他们从未正面交锋, 强弱不好分辨。 黑虎瞪着万寒山, 那把黑伞让他有些不安, 口中发出了咆哮, 再警告万寒山不要靠得太近了。 这时候远处的天空中出现了两道光芒, 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方向。 第一位出自蛮神宗, 乃是天舞护法野火, 曾摔了蛮神宗高手参与了万山古戒之行。 第二位来此天荒教, 清月仙子在探到来人时, 脸色明显冷漠了不少。 古猎看着那人, 心情有些异样, 那就是清月仙子的丈夫龙天羽, 昔年彼此就见过, 只是那时候古猎光芒万丈, 并未将龙天羽放在心上。 作为天荒教的杰出天才, 龙天羽的品貌实际上相当不凡, 并不比古猎逊色, 只不过年轻的时候修为不如古猎罢了。 龙天羽一身黄袍, 胸前绣着一条神龙, 那是他多年来的打扮, 也是一种象征,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见到这条龙就代表着见到龙天羽了。 天荒教的高手看到龙天羽出现, 全都纷纷迎了上去, 一边为他讲述这里发生的情况, 一边还偷偷关注青月仙子的表情变化。 龙天羽看了黑虎一眼, 随即把目光移到了万寒山身上, 之后看向古猎, 两人的目光在半空相遇, 碰撞出了激烈的火花。 来到青月仙子身旁, 龙天羽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情况我已经知道, 接下来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青月仙子微微汗手, 没有说话, 两人名义上毕竟是夫妻, 许多后辈弟子不了解当年的恩怨, 都以为他们男才女貌,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些年, 青月仙子的感情知识很少有人知道, 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他都是龙天羽的妻子, 他们之间相处和睦, 是无数人羡慕的对象。 古猎的心情有些复杂,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 他已经取得了青月仙子的原谅, 且两人真心不变, 但面对世俗的眼光, 他也不得不压抑心中的情爱, 将那份真情深埋。 平时, 龙天羽不在, 古猎倒也不觉得怎样? 如今, 龙天羽一来, 一切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天舞护法也火听闻大家的讲述后, 把目光移到了那尊石鼎上, 他此时悬空不坠, 光滑万道, 如致命的毒药, 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万寒山就立在石鼎一旁, 并没有立马出手将其具为己有, 而是在认真观察。 这尊鼎是个烫手的山芋, 在没有确认身份前, 贸贸然抢夺那是极其不治的行为。 如果他是荒天鼎, 那么可以不惜一切, 但万一不是荒天鼎, 大动干戈, 损兵折将, 那就不值得。 附近有妖兽在吼叫, 释放出强大的气势, 那是万寿境界的强者, 有心要抢夥这尊鼎。 黑胡乃是太古凶兽的后裔, 身份高贵, 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他也没有排斥其他万寿境界的妖兽靠近。 因为一直以来, 人类就是妖兽的天敌, 在荒谷大陆上征战多年, 彼此结下了很深的仇恨。 如今, 为了荒天鼎, 凶兽与妖兽之间虽然关系也不好, 但一致对外是可以接受的。 龙天宇一步跨出, 就来到了石鼎旁, 他也没有出手, 只是看着万寒山, 聊起了家常。 有些年头没见了, 你怎么还是老样子啊? 这话带着几分讽刺, 因为万古门与天荒教一直关系也不好。 万寒山冷笑道, 比起你的变化, 我还是更喜欢这样。 天舞护法野火一闪而出, 来到了石鼎旁, 三大高手鼎足而立, 将石鼎围在中间, 有效杜绝了妖兽的靠近。 一只金色的小松鼠从虚空中走来, 个头虽然不大, 但气势惊天, 尾巴轻轻一甩, 整个虚空都在爆炸, 成天的空间高度压缩, 被声声挤出一条条石空缝隙, 有时空闪电飞出, 将附近的妖兽直接击杀。 又是你, 万寒山看到那金色松鼠, 眼神冷漠如刀, 松鼠活蹦乱跳, 发出了顽皮的声音, 你还记得我啊, 看来记性真好, 对了, 我记性不大好, 你是谁啊? 这话一出, 龙天宇顿时大笑, 嘲讽道, 原来人家都不记得你了, 你还对他恋恋不忘, 真是够痴情啊。 万寒山喝道, 你住嘴, 自己都快打光棍了, 还有闲心在这胡说八道。 作为当年的那一批高手, 万寒山对于古猎的了解程度, 绝对比其他人高出不少。 当年, 古猎是万古门的旷世奇才, 万寒山励志要超越他, 所以对古猎的过往有着深入的了解, 知道古猎与清月仙子之间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爱, 只是未曾爆发出来。 龙天宇笑声一顿,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万寒山的话虽然没有说明, 但是打光棍三个字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许多后辈弟子或许听不明白, 但龙天宇却心知肚明, 管好你这张嘴, 不然我就直接给你撕掉。 万寒山不屑道, 就凭你, 还没资格说这话。 龙天宇阴沉着脸, 为目道, 有没有资格, 是一下不就知道了。 一旁, 野火劝道, 都是老熟人了, 何必在这节骨眼上叫真? 此鼎若真是荒天鼎, 你们这一闹岂不是便宜了妖族高手? 万寒山与龙天宇都冷恒一声, 不再说话, 算是给野火一个面子, 各自也有台阶下。 金色松鼠出现在了石鼎上方, 嬉笑道, 大老远赶来, 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 你们注意了, 我可憋不住了。 说完, 竟真的在上方撒尿, 气得万寒山, 龙天宇, 野火又吼又叫, 纷纷朝四周散开。 石鼎符闪耀, 金色松鼠的尿液自然无法沾身, 但却巧妙地将人类三大高手给骗开了。 啊, 真爽啊, 一下子就舒服多了。 那些尿液就悬浮在石鼎四周, 并未坠落, 显然不想让三大高手靠近, 以这种方式将石鼎抢先占据了。 万寒山七的咬牙, 大骂道, 你这该死的畜生, 我今天非要宰了你不可。 龙天宇吼道, 先打葛半死, 然后丢到毛坑镇压一万年, 活活臭死你。 野火动了冻嘴皮子, 这种话他说不出来, 最终只能认了。 第210章神秘高抬, 金色松鼠怪叫道, 这么狠啊, 你们是不是以前就被人镇压在毛坑里, 所以对此念念不忘。 龙天宇怒道, 你闭嘴, 万寒山二话不说, 挥手就朝那金色松鼠抓去, 想要将他镇压抹杀。 金色松鼠一闪躲过, 怪叫道, 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们两个小人竟然偷袭我。 龙天宇骂道, 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偷袭你了。 松鼠道, 你心里有那么想过, 你敢说不曾那么想吗? 万寒山冷笑道, 跟畜生讲什么仁义道德, 直接杀掉就是。 金色松鼠大叫道,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 打不着, 我躲。 万寒山脸色铁青, 他可是万古门最最耀眼的爵士天才, 如今却变成了禽兽不如, 他岂能忍受。 龙天宇对金色松鼠也是恨之入骨, 下意识地朝着他逼近, 这样就远离了石鼎, 给了野火可乘之机。 不远处, 黑虎一闪而至, 张口吐出一道钢风, 直接撕裂虚空, 将石鼎外的松鼠尿液全部吹散, 探爪朝着石鼎抓去。 野火冷笑道, 想捡便宜, 没这么容易。 一脚踢出, 长空如火, 数不尽的符文调动天地万物之力, 在高速移动的情况下燃烧起了炙热的火焰, 朝着黑虎冲去。 虎啸山林, 万物沉浮, 黑虎煞起惊天, 乃是九大凶兽之后意, 绝不是一般的妖兽可以比你, 一爪落在野火的脚上, 当场就将野火弹飞出去。 下一刻, 黑虎冲到石鼎跟前, 口中吐出一道螺旋状的符文锁链, 缠绕在石鼎之上, 引发了石鼎的强烈排斥。 黑虎甩动头颅, 试图将石鼎拉走, 谁想石鼎众如泰山, 定顶乾坤, 竟然闻风不动。 黑虎恼怒, 一爪朝着石鼎拍去, 虎爪至上符文胶织, 射出金灿灿的光滑, 直接洞穿虚空。 石鼎震动, 通体符文闪烁, 有各种兽类虚影显化出来, 凝聚成一种防御, 抵挡住了黑虎的攻击。 万寒山雨龙天雨觉察到黑虎的意图, 双双咆哮金色松鼠不管, 朝着黑虎冲去。 另一边, 野火也迅速返回, 脸上神色冷漠。 金色松鼠尾巴一甩, 整个乾坤天地都在破碎, 那种盖世神威金氏骇俗, 强如古猎, 新月仙子, 万寒山, 龙天雨之流都勃然变色。 万寒山与龙天雨双双闪避, 放弃了对黑虎的攻击。 野火迎战黑虎, 缠住了他, 让他无暇去抢夺石鼎。 金色松鼠一击之后便停止了进攻, 似乎有意搅浑水, 与人类三大高手过不去。 远处, 有更多的妖兽正朝着这边汇聚, 其中就有万寿境界的强者。 古猎剑梅为咒, 万古门这一次景派出万寒山一人前来, 若这十鼎真是荒天鼎, 只怕根本就抢不到手。 清月仙子也有同样的担忧, 不明白天荒叫为什么景派出龙天雨一个万寿境界的高手, 这点实力明显不够。 一条巨蛇出现在半空, 身躯如大山, 舌头如山峰, 冰冷的舌眼冷视着在场的高手, 让人全身发冷, 有种莫名的惶恐。 这是蛇族的一位万寿境界的老祖, 体型巨大, 神威盖世, 虽然不是太古凶兽之后, 但在妖灵百族之中也绝对是排名靠前的角色。 另一边, 一直巨蝎出现, 通体清黑色, 硬壳绽放出耀眼的光泽, 鸣刻着天然的纹路, 蕴含着天赋神通。 四大妖兽齐聚一堂, 全都盯着那十顶, 让现在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其中最弱的当属蛮神宗, 仅也火一位万寿境界的高手。 神秘区域里, 叶秋在心顶之中疗伤, 醒来后感觉身体有了明显变化, 头顶的方天心盘已经解开第四道符纹, 可以发挥出更强的威力。 叶秋的肉身变得轻盈有力, 体内流淌着一股莫名的力量, 那是星辰之力。 四周, 那些虚影幻象已经消失, 时时一脚露出了一道云门。 所谓云门, 云雾笼罩之门, 朦胧神秘, 无法窥视。 叶秋来到云门前, 翻滚的云雾带着一丝雾气, 内有阴寒之气往外溢。 叶秋伸手试探了一下, 见没有危险, 这才进入了云门, 来到了一个有黑的隧道里。 这个隧道很黑, 叶秋身上泛起了火光, 谁想却被石壁所吞噬, 光线变得越来越暗, 让人心神绷紧。 叶秋小心谨慎, 头顶方天心盘, 垂下缕缕星光都被隧道所吞噬, 只能隐约看到微弱的光芒在前进。 隧道一直往下倾斜, 叶秋不知道走了多久, 前面出现了一道冰冷的石门。 叶秋推开石门, 前面有光, 但却是橘红色, 数不尽的橘红色水滴悬浮在半空中, 看上去就像是夜空中的一道道星辰, 依照各自的运行轨迹, 互不干扰, 自我运行。 叶秋仔细观察, 发现一些水滴之中蕴含着符纹印记, 像是封印着什么东西。 那些水滴位于中心位置, 四周有诸多水滴环绕, 根本就无法靠近。 叶秋的透空神念不在这里受到限制, 只有运用魅眼结和百念成炫, 一步步推算, 一步步分析。 叶秋在移动脚步, 这橘红色的区域占地促十丈, 一共有一千滴橘红色的水滴, 好似一座大阵。 叶秋看了许久, 记住了阵法的运转轨迹, 但却始终悟不透其中的玄机。 难道是我想过了, 这阵法就没有什么玄机? 叶秋觉得奇怪, 观察了好一会后, 便离开了那里。 穿过一个石洞, 前方是蔚蓝色的石壁, 许多拳头大的石头悬浮在半空中, 全都是蔚蓝色, 就像是宇宙星辰的模拟运行图, 复杂而深奥。 数量还是一千, 这代表什么含义? 叶秋在脑海中模拟这些石头的运行轨迹, 仔细推断分析, 总觉得似是而非, 缺少的契机。 继续前行, 一道石门映入叶秋的眼底, 门那边有光, 还有清新流淌的空气。 叶秋穿过石门, 眼前的景色让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一个清幽的山谷呈现在眼中, 花草飘香, 瓜果无数, 还有一些小动物自由自在地玩耍着。 在那山谷之中, 有一座四方形的高台, 上面给放置着一尊顶, 看上去虚幻而不真实, 但却有着让万物惶恐的威慑。 叶秋心情激动, 脱口道, 荒天顶, 这是一种本能, 那高台之上的顶只是一个虚幻的投影, 但却镇压乾坤天地, 让万物都为之沉浮。 高台四四方方, 每面都有九道台阶, 色彩各有不同。 四周是花草树木, 瓜果小动物, 看上去一片和谐, 与想象中完全不同。 叶秋怀着激动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走入了山谷中, 很快就惊动了那些小动物, 他们都确确地看着叶秋, 好奇中透着几分不安, 下意识地躲在远处。 叶秋没有去管这些小动物, 而是来到了那高台前, 看着那九色台阶, 心里涌现出了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感受。 沉思了片刻, 叶秋决定登台一试, 务必弄清楚这台上的是否就是荒天顶。 一步跨出, 叶秋落在了第一道台阶上, 感觉脚下生根, 有种玄妙之力黏住了他的右脚。 叶秋早有心理准备, 并没有太惊讶, 而是提起左脚, 落在了第二道台阶之上, 身体猛然用力, 想要买上台阶。 那一刻, 九色台阶符文交织, 释放出恐怖而玄妙的波动, 叶秋体内冲出一股奇异的力量, 冲顶了那种束缚之力, 让他成功登上了第二道台阶。 深吸一口气, 叶秋挪动右脚, 朝着第三道台阶迈步, 这一次明显感觉难度大增, 吃力了很多。 登上第三台阶, 叶秋暂时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自己走过的台阶, 上面留下了清晰的脚印, 被符文标注与锁定。 继续前行, 叶秋迈出了第四步, 感觉整个天穷都压在头顶, 几乎就无法移动, 叶秋大吼, 体内释放出一股莫名之力, 强行冲开那种束缚, 让他登上了第四道台阶。 喘着粗气, 叶秋脸色凝重, 就到台阶这才登上第四道台阶, 可叶秋就已经感觉到了心力焦脆, 有种无以为继的感觉。 秋袭了片刻, 叶秋迈出了第五步, 又角落在第五道台阶上, 全身符文交织, 灵文闪烁, 体内各种功法神通全力运转, 爆发出了最强冲劲, 想要再上一步。 然而这一次叶秋失败了, 那股不可违逆的力量让天地都为之禁锢, 任由叶秋如何发力, 始终无法移动, 反而被震飞出去, 落在了高台之下。 叶秋眼神黯淡, 在地上躺了一会, 这才缓缓起身, 又一次尝试。 这一回, 前面四道台阶很容易就上去, 甚至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但是第五道台阶却始终不可逾越。 叶秋感到迷茫, 自语道, 为什么会这样? 这儿应该是有某种规则限制, 可前面四道台阶, 我为什么又能上得来呢? 叶秋想不通, 每个面都湿了一下, 前面四道台阶毫无压力, 到了第五道台阶就无法继续。 叶秋轻叹一声, 从山谷的另一侧走了, 那边有一个出口, 进入了隧道之中。 叶秋见到了一座站台, 位于洞穴之中, 那是同级站台, 这让他精神一震, 直接飞到台上。 仔细观察, 叶秋从站台上获悉了附近的一些情况, 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第211章 击败雪妖, 叶秋心中闪过诸多念头, 这同级站台就是前行的捷径, 若能一直采用这种方法, 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荒天顶。 附近高手不少, 其中就有天雪龙风, 但这种存在不适合招惹, 叶秋自然不会去挑战它。 幻学也在附近, 还有天荒焦的饥荒, 天傲异足的明天。 叶秋想了想, 竟选择了换雪, 下一刻换雪就出现在了站台之上。 是你, 我可找到你了。 换雪见到叶秋, 心情很是高兴, 叶秋含笑上前, 拉着换雪的玉手, 亲切地叫着雪姐姐。 怎么, 你要挑战姐姐啊? 换雪歪头看着叶秋, 娇称地问道。 叶秋笑道, 这种方式可以让姐姐直接来到这儿, 你不接受挑战就行了。 换雪道, 那你岂不白忙活? 叶秋笑道, 不急, 附近还有其他人, 我先和姐姐说会话, 稍后再挑战他们。 两人来到台下, 聊起了进入神秘区域后的经历。 换雪听完叶秋的经历, 对万古门的万艳青感到气愤无比。 那家伙真够无耻, 下次姐姐替你出气, 狠狠凑他一顿。 叶秋闻言, 双手还住换雪的细腰, 明亮的双眼凝视着他的眼睛。 换雪有些害羞, 娇称道, 你干什么, 还不快放开我。 叶秋笑道, 不干什么, 就喜欢这样和姐姐相处。 换雪眼神闪烁, 骂道, 动手动脚, 没大没小, 信不信我揍你。 叶秋笑而不语, 在换雪耳边吹了口气, 就让他浑身颤抖, 周身无力, 笑脸红透。 叶秋并没有进一步的过分举动, 只是双臂稍稍收紧, 将浑身无力的换雪搂在怀中, 彼此心灵贴近, 感受着对方的心声。 那边有葛山谷, 叶秋说起来高抬的情况, 以及自己的推测。 换雪虽然娇羞,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若你推断正确, 你在这里挑战别人, 岂不是白白把别人带入此地, 让他们很顺利地就发现那高抬, 甚至有可能夺走荒天顶。 这个问题叶秋倒是没有想过, 金换雪一提, 还确实存在这种漏洞。 然而同级站台的规则就是自愿比武, 一旦来了便无法送回去。 就算叶秋在同境界下不拒任何人, 但也没有必杀对方的信心。 酒色台阶很古怪, 我想不是轻易能够登上去的。 稍后我就找人试一试, 到时候我若获胜, 这边的情况姐姐就要多加留意了。 换雪没有多说什么, 轻轻推开叶秋, 狠狠白了她一眼, 换来的只是叶秋那得意的笑容。 飞起一脚, 换雪把叶秋提到台上, 摆出恶狠狠的模样对她道, 只准赢,不准输。 叶秋顽皮道, 赢了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比如亲一口,抱一下, 或是换雪红着脸, 骂道,想得美。 叶秋甘笑几声, 开始借助站台之力, 留意附近的高手情况。 就这一会功夫的时间, 附近的人员情况就有了一些变化, 天雪龙峰已经不见踪影, 妖兽倒是一下多了几头。 叶秋想了想, 选择了一头妖兽作为挑战对象, 暂时回避饥荒与明天。 站台上, 一头雪妖出现, 本体是一只白猿。 叶秋向她发起挑战, 雪妖接受, 双方便展开了交锋。 这头雪妖拥有空明六中境界的实力, 受到站台规则压制, 修为降到玄灵五中, 与叶秋处在同一境界。 雪妖皮尖热后, 防御力极强, 叶秋的拳脚落在她身上, 根本伤不了她分毫。 凭借这种优势, 雪妖展开了反攻, 拳脚凌厉, 力大无穷, 竟与叶秋拼了一个难分胜负。 叶秋很喜欢这种战斗风格, 没有施展落花残红刀法, 而是一般山爵结合电光爵, 将力与速融合, 形成了一种快弓。 雪妖大吼震天, 气势如红, 拳头蕴含着尖冰, 浑身坚硬如铁, 数不尽的雪花符文在绽放, 冰封虚空, 燃烧万物, 狂暴到了极限。 叶秋运转天荒诀, 掌之间符文转动, 有光阴流失的感觉, 让雪妖的尖兵加速溶解, 一次次破解他的进攻。 幻雪在台下观战, 其他高手虽然身在各处, 但都能看到这一场交锋。 鸣鸣谷外, 万寿境界的高手在争夺石顶, 其他空明境界的高手则密切关注, 而后也看看光注上叶秋与雪妖之间的战斗, 那完全就是两种风格。 叶秋与雪妖之战就像是小孩子在玩耍, 不痒不痛。 万寿境界的高手之战则惊天动地, 惊世骇俗, 成天的虚空在爆炸, 数不尽的时空缝隙显露, 飞出恐怖的闪电与木雷, 让人不敢靠拢。 叶秋的天荒诀已经有了一些火候, 这是纯正的天荒诀, 与天荒教弟子修炼的天荒不老诀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拥有光阴腐蚀之力, 极其的可怕与恐怖。 雪妖擅长驾驭寒冰之力, 拥有天赋神通, 站台之上雪花飘舞, 每一朵雪花都由符纹构成, 看似纯洁美丽, 实则凶险莫测。 叶秋身上浮现出一种荒芜, 破败的沧桑之气, 好似天地荒枯, 万物凋零, 走到了末日的尽头。 那是光阴之力的作用, 时光可以腐蚀万物, 没有任何生命, 任何存在能够抵挡时光的消磨。 寒冰能兵结生命, 可以抵挡光阴的部分侵袭, 但不可能是全部。 雪妖与叶秋处在同一境界之上, 双方修炼的功法各不相同, 各有强弱。 一开始, 双方战成平手, 但数百招过后, 叶秋的天荒诀就力压雪妖的雪冰诀, 打得他怒吼咆哮, 容颜在快速苍老。 觉察到情况不妙, 雪妖发起了最猛烈的狂攻, 试图压下叶秋的攻势。 叶秋体内金字塔在震动, 腰单之力结合万寿天塔, 加上曾经服用的妖兽筋肉, 看似瘦弱的身躯之中蕴含着狂暴的神力, 在雪妖的一再压制下全面爆发, 一拳就击碎了雪妖的兽爪, 痛得他嘶吼暴怒。 叶秋施展出九艳刀, 眼下的他已经修炼到第三种, 三种属性之力融为一体, 刀锋伶俐, 土虎灭龙。 雪妖的肉身经过多年淬炼, 虽然境界下降, 但肉身的强度并不弱。 然而遇上叶秋之后, 情况发生了颠覆, 瘦弱的人类竟然拥有比妖兽还要强悍的肉身, 这简让人难以置信。 一生痛呼, 雪妖暴退, 眼神愤恨地瞪着叶秋, 心中充满了不甘, 但却果断地跳下站台, 选择了认输。 这是叶秋第三次获胜, 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 朝着焕雪挥了挥手便被站台传送走了。 焕雪登台, 挑衅地看着雪妖, 向她发起了挑战, 想再赢她一次, 从而离开此处。 这种方式并不违反规则, 只要雪妖肯应战, 双方之间的胜负就是有效的。 雪妖怒视着焕雪, 心中在考虑如何答复, 虽然她负伤不轻, 但恢复境界之后, 那点伤势很快就能痊愈。 焕雪是空冥境界的高手, 雪妖也是空冥境界的高手, 双方同境界一战, 雪妖不一定会输。 加上焕雪与夜秋是一伙的, 雪妖刚刚在夜秋手上吃了亏, 若能在焕雪身上找回来, 也算是给自己报了仇。 想到这, 雪妖跃上站台, 接受了焕雪的挑战。 夜秋通过站台的传送, 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大洞中, 地面空无一物, 但是洞顶却有许多长短不一的利次, 倒悬在上空。 夜秋抬头仔细关注, 发现那些利次有长有短, 细看数量很多, 长短不一没什么规则。 但若是打眼一看, 就会发现那些长短不一的利次 在空间上构成了一些立方体, 其中有一处看上去就像是一尊顶, 那需要很好的想象力, 否则根本看不出。 夜秋见眉为咒, 一路走来似乎都与顶有关, 难道这些都与荒天顶有牵连? 想到这, 夜秋缓缓升空, 来到那个看不见的顶所处的位置, 就在那盘坐闭幕, 进行修炼与领悟。 这原来只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 可是夜秋在进入空灵状态之后, 那个由长短历次构成的虚空之顶, 竟然被一丝丝若隐若现的光芒勾画出来。 夜秋就盘坐在顶内空间中, 有看不见的符文印记在交汇, 在翻动, 一次次穿透夜秋的身体, 在他血液细胞之中重组, 与他神魂肉体融合。 这一切, 夜秋都一无所绝, 但命魂珠中的玉塔却从头到尾都见证了。 那看不见的顶内符文印记在快速交融, 每一次洞穿夜秋的身体, 钻入他的体内, 符印就会消失很多。 此消彼长, 等到顶内所有符文印记完全消失在夜秋体内时, 也就是他苏醒的时刻。 这就好似一种生物中, 到了那时候夜秋就会自动醒来, 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夜秋其实有一些猜测, 但他生性沉稳, 很难看出内心的情绪波动, 所以给人的感觉就会很平静, 甚至显得冷漠。 睁开眼睛, 夜秋觉得身体有了一些不同, 却又说不出什么地方不同。 飘然而落, 夜秋看到了换血, 轻呼道, 姐姐怎么也来了。 换血笑道, 你走之后, 我又登台继续挑战那血腰, 他满心不甘地接受了挑战, 最终败在我手, 所以我也来了。 只是很奇怪, 我来好一阵了, 既没有发现出口, 也没有看到你的踪迹, 你到底从哪钻出来的? 第212章点影顿空, 夜秋道, 我刚才就在上面修炼, 姐姐没有看到我吗? 换血摇头道, 我仔细检查过了这里的一切, 上面也看了很多次, 根本就没有看到你的踪影。 夜秋有些惊讶, 抬头看着上空, 发现那些粒磁的方位出现了变化, 那尊顶已经看不到了。 在看四周, 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出现了一个洞口, 夜秋指着那个方向, 问道, 姐姐之前检查过那里吗? 换血一看, 惊恶道, 我之前走了几圈, 还用手抚摸, 那人根本就没有洞口, 怎么现在突然就冒出来一个? 夜秋道, 既然解释不清楚, 那就不用去管太多, 走吧。 拉着换血的小手, 夜秋大步往前走, 两人一起进入了那个洞口。 林若冰在石灵之中逗留都时, 领悟了一门爵士神通, 绝对领域, 整个人修为大镜, 一举突破了空明武众境界, 迈入了新的天地。 离开石灵后, 林若冰转悠了许久, 竟遇上了青琉璃。 礼的修为又迈进了一大步, 看来是得了奇遇。 青琉璃眼光独到, 一眼就看出林若冰实力大增, 已步入空明武众境界。 林若冰笑道, 在一处石灵中领悟了一些东西, 所以修为突破了瓶颈。 礼这边情况如何? 青琉璃道, 见过万古门与天荒郊的一些高手, 还有几头妖兽, 并看到了叶秋的三次比赛。 目前推测, 换血应该与叶秋在一块。 林若冰听完青琉璃的讲述, 陈寅道, 这个地方鬼迷莫测, 根本不知身在何处, 我们会尽快与他们会合。 青琉璃道, 一路走来, 历经考验, 凶险颇多, 已经有高手死在这, 我们得当新才是。 两人同行, 寻找出路, 最担心的还是叶秋, 毕竟他修为不足。 一个阴森的洞穴中, 一块块墓碑有序的排列, 看上去有些恐怖。 灵天站在入口处, 看着这些墓碑, 嘴角泛起了一抹邪恶的笑容。 走入洞中, 灵天手中的拳杖泛起了异样的邪光, 射出千丝万缕缠绕在那些墓碑之上, 有些墓碑有反应, 有些墓碑则毫无动静。 但凡有反应的墓碑都会出现一些字符或是印记, 自动飞到半空, 依照某种规则排列, 形成了阵图。 白云归根在灵天后方, 于洞外看到了这一幕, 眼底灵文涌动, 在分析于领悟。 灵天缓步走着, 手中的权杖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洞中的阵图在快速变换, 像是被破解了一般。 白云归进入洞中, 发现灵天身外有一层看不见的神秘符纹, 时刻转变着频率, 保护着他的身体。 洞穴颇大, 有墓碑数百座之多, 其中有反应的墓碑占了三分之一, 形成了一个神秘阵图。 灵天在破解那阵图, 运用自身的智慧, 以及借助权杖之力, 不一会就把那阵图解开了。 那一刻, 白云归看到墓碑之中 升起一道暗绿色的光滑, 那时一块石符, 飞入了灵天手中。 倾笑一声, 灵天回头看了白云归一眼, 突然加快了速度。 白云归有些失落, 但还是很快追去, 并未放松。 另一个地方, 沈亿走入了一个放置石棺材的洞穴之中, 那人放置着九口石棺材, 其中有五口棺材的棺盖都是打开的, 里面空无一物。 剩下四口棺材位于四个角落, 棺盖之上都堆放着一些白骨, 看上去就像是祭坛一般, 时不时会冒出一缕鬼火。 赤天虎出现在沈亿后方, 进入那洞穴之前, 心里就泛起了一股强烈的不安, 知道这个地方非同小可。 沈亿放慢脚步, 右手指尖凝聚成一道火焰状的符纹, 轻轻地落在一口棺材上, 引发了棺盖上那白骨祭坛的反应, 射出了一道火蛇。 沈亿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退后, 注视着那火蛇, 发现他的眼中有一景呈现, 有许多画面闪过。 沈亿想要上前, 火蛇突然扑出, 发起了进攻, 显然不欢迎沈亿的靠拢。 沈亿无奈, 换了一个方向, 走向第二口棺材。 这一次, 沈亿指尖的符纹在触碰到棺盖时, 白骨祭坛之中冲出了一头火壶, 朝着沈亿张牙舞爪, 不允许他打扰棺材中的存在。 沈亿在转方向, 前往第三口棺材, 指尖的符纹激活了棺盖上的白骨祭坛, 飞出了一面旗帜。 沈亿惊愕, 随即大喜, 小心翼翼地伸手朝着那旗帜抓去。 那面旗帜之上绣着一轮烈日, 炙热的烈焰普照四方, 驱散世间一切阴森恐怖。 赤天虎迅速冲来, 想要抢搏那面旗帜, 谁想却被沈亿反手击退。 怒吼一声, 赤天虎弹指射出一道金光, 朝着那旗帜飞去。 沈亿凌空一点, 指锋如箭, 将赤天虎射出的金光弹开。 下一刻, 沈亿抓住了那面旗帜, 身体出现了剧烈战斗, 但却被他忍住, 强行将旗帜收入手中。 赤天虎反应迅速, 身后光翼一展, 脚碎虚空, 整个人化作一头巨虎, 朝着沈亿冲去。 沈亿转身闪避, 冲到第四口棺材变, 指尖的符纹触碰到了棺盖, 上面的白骨祭坛被激活, 从中飞出一头火麒麟。 赤天虎紧随而至, 强大的攻击被沈亿引到了那头火麒麟身上, 变成了赤天虎与火麒麟之战, 石棺出现震动, 释放出恐怖的威慑, 一举将赤天虎弹飞了。 沈亿轻笑一声, 一闪而过, 离开了此洞。 赤天虎吃了个哑巴亏, 心中对沈亿是恨得要死, 顾不上身上的伤势, 立马朝前追去。 夜秋雨换血穿过隧道, 来了一处垮塌的洞斧, 那人有一尊石像, 乃是一头麒麟兽, 镇守着洞斧入口。 夜秋在临近时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排斥, 远于那头麒麟石像, 他就好似有意识一般, 感应到了夜秋身上的邪恶。 换血没有任何感觉, 强自将夜秋拉入洞斧中, 里面垮塌严重, 但看样子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换血惊一道, 这儿怎会有一座洞斧, 说不通啊。 荒天鼎耗十百万年才孕育而成, 不可能有其他人进入此处, 这洞斧就显得有些诡异了。 夜秋道, 我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或许来此修建洞斧之人, 并不知道荒天鼎就在这, 他只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很隐秘, 适合修炼罢了。 换血看着垮他的洞斧, 实际之上留有字迹, 内容与夜秋的猜测毫无关系。 那是一门玄妙的神通, 名为蝶影盾空术, 可以在这神秘区域中盾走。 夜秋与换血大为吃惊, 这个神秘区域限制了一些探测之法, 即便有心施展盾术也得考虑安全。 这洞斧之中记载的蝶影盾空术算得上是一门玄妙的神通, 属于辅助手段, 但却相当实用。 换血拉着夜秋一起领悟, 以两人的悟性不一会变悟出了七八分, 剩下的就是修炼与尝试了。 在那洞斧之中, 夜秋还看到了一个断剑的标志, 下面画着一个骷髅头。 姐姐见过这标志吗? 换血一看, 摇头道, 没见过, 应该不是荒谷大陆上的标志, 恐怕是来自别处。 这个洞斧没有出口, 换血与夜秋修炼了一会叠影盾空术, 感觉已经初步掌握, 两人便开始尝试了。 叠影盾空术顾名思义, 身影叠加越多, 盾空之术越强, 这是将阵图的运用与空间之术的运用相结合。 换血看着夜秋, 心声道, 我先来尝试, 万一我们顿入不同的区域, 你要多加小心才是。 夜秋道, 雪姐姐不用为我担忧, 我会照顾自己。 换血微微汗手, 施展出叠影盾空术, 六道身影分立六方, 随后朝着中间融合, 瞬间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化作一道光点, 眨眼就破空顿走, 不知所踪, 夜秋等了破空, 待洞府之中的空间平静之后, 他才施展出叠影盾空术。 夜秋的修为境界差了换血很多, 他只能施展出四道身影, 分立四方, 然后朝着中间融合, 绽放出强盛的光芒, 一闪就消失了。 换血的担忧不幸成真了, 他和夜秋分别顿入了不同的区域, 他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耳中传来潮汐之声, 脸上露出了惊恶。 这可是地下世界, 怎会有大海的潮汐之声, 没道理啊。 夜秋出现在了一个燃烧的洞中, 那火焰很恐怖, 将上方的岩石都融化了, 变成岩浆不时的滴落。 那些岩浆在滴落的过程中, 被热气上涌形成的气流托在半空, 形成了一尊火顶, 半虚半实, 内部有火符闪烁。 夜秋看着那火顶, 心中涌现出了一种莫名的冲动, 就像是受到了某种招呼, 下意识地走了过去。 置身烈焰之中, 夜秋感到酷热, 但是他的身躯并未出现灼伤的情况, 似有一种免疫力, 不惧怕烈焰的焚烧。 夜秋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入那尊火顶之中的, 总之他浑身无伤, 就在那火顶之中盘做修炼, 心如明镜, 身如烈火。 火顶之内, 各种符纹印记蕴含着天道法则, 大道真谛, 在夜秋体内聚合演变, 重新进化, 完成了一次超扑。 这种催炼对夜秋的身体有着莫大的好处, 虽然境界没有提高, 但是蕴藏在血肉细胞, 筋骨皮膜, 筋脉脏气之中的潜能却在不断增加。 第213章荒顶试魂, 夜秋的命魂珠中, 玉塔在沉浮, 密切关注夜秋的身体变化, 孟灵的叹息回荡在玉塔之中。 如此牢固的根基, 这般巧合的奇遇, 到底命运想要将它塑造成一个怎样的人物? 孟灵并非一般的气灵, 她的情绪化越来越重, 她知晓时间无数隐秘, 但却深深被夜秋的遭遇惊呆了。 夜秋对于自身的遭遇其实也略知一二, 但是她说不清楚, 所以选择了顺其自然, 反而有助于她的修炼。 17岁的夜秋元比表面上更为成熟, 她知道很多时候, 不知道反而比知道更好, 所以她懂得取舍。 火顶炼身, 效果突出, 夜秋的境界虽然没有提升, 但体内囤积的一些能量还是被激发出来, 为身体所吸收。 洞中的火焰一直很炙热, 但夜秋醒来时, 那火顶已经消失了。 夜秋没有去过问太多, 穿过那个烈火焚烧的洞, 前方出现了一个水帘洞。 夜秋觉得奇怪, 都说水火不容, 怎会在这神秘世界中如此巧妙地融合。 水帘洞很大, 源源不断地水滴落下, 感觉很清爽, 花花的水滴声清脆悦耳, 似乎蕴藏着什么。 夜秋静静地走着, 前方出现了一个水潭, 实际之上有一颗龙头, 巨大的水柱从龙口之中飞出, 落在那水潭之中, 溅起了无数浪花。 水潭的水一直不曾满出, 而龙口中的水柱直径促胀, 出水了相当惊人, 显然这水潭下通暗河。 夜秋看着倾泻而下的水柱, 眼中出现了幻觉, 仿佛看到了一尊顶藏在那水柱之中, 傲然而立, 既不下沉也不上浮。 夜秋一步跨出, 就摄入了水柱之中, 感受到了莫大的冲击力, 将它直接冲入水潭中。 很快, 夜秋浮出水面, 又到了潭边, 再一次摄入水柱之中, 这次的高度与切入点都与前一次不同。 水压将夜秋往下冲, 但是到了某一点, 夜秋的身体稳住了, 脸上露出了奇异的笑容。 夜秋盘坐在水柱中, 身外有一尊须银险化的顶将它拖住, 它就在那顶内修炼, 很快就进入了空无一念的状态中。 饥荒历经辛苦, 终于来到了一个山谷, 那里有一座高台, 上面立着一尊顶, 虚实莫变, 释放出镇压万物的恐怖波动。 荒天顶, 饥荒眼中露出了惊喜之色, 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尊顶, 心情异常激动。 这是夜秋此前来过之处, 曾登上第四道台阶, 但最终败走。 饥荒留意到那九色台阶, 但他没有想太多。 这山谷之中有花草树木, 有瓜果野兽, 井然一副世外桃源的样子, 这儿能孕育出荒天顶, 那是在正常不过。 就坐在饥荒高兴之际, 魔皇族的欧蜂也来到了此处。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杵, 得来全不费功夫, 原来荒天顶就藏在这。 饥荒心神一阵, 迅速回身看着欧蜂, 眼中透着警惕之色。 两人之前曾在明渊谷外一战, 可谓为是冤家对头。 如今同时找到荒天顶, 为了这件带是其真, 势必要争得头破血流。 你速度不慢啊, 饥荒嘲讽, 心中有些不爽。 乌丰邪笑道, 太慢的话, 岂不让你见笑了。 饥荒横道, 得色, 你就算找来也无用, 这是我先发现的, 当归属我天荒教所有。 乌丰激笑道, 你今年几岁了, 还说这样无知的话, 我真替你师父感到悲哀啊。 饥荒怒道, 欧丰, 你不要嘴太臭, 我有佛塔在手, 足以把你镇压在这。 乌丰反驳道, 你似乎忘了, 石骨也在我手中, 想镇压我, 你还不够资格。 饥荒冷笑道, 有我在, 这荒塔顶就永远不会落在你手中。 乌丰眼神冷漠, 阴森道, 你敢阻我, 定杀无赦。 饥荒大笑道, 就凭你也想杀我, 还不够资格。 就在两人斗嘴之际, 又有人出现了。 蓝热闹啊, 不抢荒塔顶, 你们在这斗嘴干什么。 万艳轻缓步走来, 想煽动两人抢先出手, 以便自己有机可乘。 饥荒横道, 我们这不都是在等你吗? 两个人争拿有三个人斗那么有趣, 乌丰邪笑道, 走前面的人不见得能占到便宜, 走后门的人也不一定就有机可乘。 万艳轻冷笑道, 你们这样说, 是表示心里很害怕我了。 饥荒眼神冷酷, 激凤道, 是啊, 我们都怕你死得太早, 没机会玩虐你了。 万艳轻脸色为变, 骂道, 嘴贱, 带会给你奉住。 乌丰笑道, 上面的奉住了, 下面的环会放屁, 要不你一起给他奉住好了。 万艳轻道, 下面的自然要留给下流之人, 那是非你莫属。 三人都是高傲之辈, 自负不凡, 口齿伶俐, 从不肯认输。 山谷中, 饥荒、欧峰, 万艳轻三人各聚一方, 站在那高台之下, 一边斗嘴一边密切留意高台的动静, 观察那九色台阶, 心里思考着如何才能把荒天顶抢到走。 其余之人还在经历考验, 或是被困其中, 或是朝着这边靠拢。 叶秋在水柱之中修炼三个时辰, 醒来时人已经落在了水潭之中。 翻身上岸, 叶秋穿过水帘洞, 前方出现了一个交叉十字口, 那人狂风汹涌, 刚风如刀, 稍不小心就会被撕成碎片。 叶秋的双眼涌现出一丝异色, 能看到狂风中有一尊无形的顶, 内部有风之符文在闪烁。 叶秋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看到这些, 这并非魅眼心意, 也不是透空神念波, 而是一种莫名的本能。 叶秋进入了刚风之中, 在那无形的风顶内部修炼, 感悟独处, 他其实不知道该修炼什么, 但他心里明白, 只要自己忘记一切, 很多事情就会水到渠成。 这是一种很诡异的现象, 叶秋身在其中, 满眼迷雾, 反而看不透。 历经封顶之后, 叶秋在众多岔道口中选择了一条路, 这不是随意选择, 而是他能清楚感应到这个方向有莫名的波动。 一个洞穴中, 叶秋发现了一个泥潭, 那人热气蒸腾, 时不时有气泡冒出。 叶秋环顾四周, 除了来路外, 此洞没有其他出口。 泥潭中的气泡很诡异, 有画面呈现, 一般人可能看不到, 但叶秋从那些气泡之中看到了一尊顶, 叶秋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跳入了泥潭之中, 整个人沉入泥潭中, 被泥浆所包裹。 叶秋没有浮出, 整个人消失在泥潭中, 而片刻之后, 一头妖兽进入此洞, 看了那泥潭几眼便离开了。 之后, 陆续有万古门与天荒郊的高手来到这, 都只是稍作停留, 便原路返回, 并未觉察到泥潭有何异样。 明渊谷上空, 巨大的光柱看不出什么变化, 大家的注意力都落在那石鼎之上。 万寒山, 龙天羽, 野火三足鼎立, 黑虎金色松鼠, 巨蛇巨蝎四足鼎立, 将那石鼎团团围住。 古列宇清月仙子没有出手, 眼下谁也无法看透这石鼎的来历, 且已经有七大万寿境界的高手在对峙, 多去一两人也无济于事。 南武门在派高手赶回去搬救兵, 万古门与天荒教也都做出了类似的举动。 远处, 沙邪罗看着那石鼎, 自语道, 动手啊, 你们这群蠢货, 这即便不是荒天鼎, 也绝对是一件难得的宝物。 站在沙邪罗的立场来说, 三派与太古凶兽若不火拼, 妖族联盟就难以趁虚而入。 荒天鼎是荒谷大陆上最有名的无上之宝, 是黑凌王与沙邪罗费尽心激弄出来的诱饵, 若是这样都还无法吸引大家上钩, 那么未来就只能比拼实力了。 三派与妖族高手并未觉察到远处的沙邪罗, 他们之所以僵持, 一是不清楚石鼎的来历, 二是没有必胜的把握, 大家便只能等待关注, 寻找最佳的时机下手。 荒天鼎所在的山谷, 高手越来越多, 一些妖兽也来到了此处, 眼神贪婪地看着台上的那尊顶, 却很容易忽略那九色台阶。 饥荒、蜂蜂、万艳青没有妄动, 但是一些妖兽却忍不住抢先下手, 直接朝着高台飞去, 想要抢夺荒天鼎。 这一出手引发了所有人的关注, 只见那妖兽毫不费力地从上空靠近荒天鼎, 兽爪朝着荒天鼎抓去, 一下子就触碰到了鼎身。 那一刻, 所有人都心神异景, 生怕荒天鼎被这头妖兽抢走。 然而就在这时候, 虚实莫变的荒天鼎突然绽放出一道强光, 那触碰到顶身的妖兽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身躯在快速老化, 生命力在迅速消散, 仅仅不到三句话的功夫, 这头妖兽就衰老而死, 全身化为粉末, 没有任何挣扎余地, 死在了荒天鼎手中。 这样的结果把在场高手全都吓傻了, 大家顿时明白, 这荒天鼎不能这样硬夺, 需要技巧或是满足某种条件, 否则就是自找死路。 方法不对, 不能从上空直接接触荒天鼎, 可以尝试登上台阶, 看是否有所不同。 这样的推断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大家都在犹豫, 都在担忧, 这荒天鼎如此恐怖, 稍不留心就可能死在这儿。 生命是可贵的, 能修炼到空明境界的高手, 无论人寿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谁甘心就这样死在这。 第214章束手无策, 林天走在审议前头, 两人一前一后, 来到了山谷中, 白云龟与赤天虎落后半部, 也很快出现在这。 青琉璃与林若冰来得稍矮, 之后是换血, 但却唯独不见夜秋。 很快, 巨英出现, 他可是万寿境界的高手, 他的出现给在场高手产生了无形的压力, 因为硬拼的话, 在场没人是他的对手。 巨英之后是一条土狗, 看上去很普通, 但却释放出恐怖的波动。 白云龟, 青琉璃, 林若冰, 幻血四人站在一块, 看到那土狗时, 全都露出了凝重之色。 幻血低声道, 这是之前从光柱硬闯进来的几头万寿境界的妖兽之一, 我记得一共有四头, 巨英语这土狗已率先出现了。 林若冰道, 也不知道魔魅族的天雪龙峰会不会出现, 有他在此至少可以对这些万寿境界的妖兽起到一个牵制作用。 白云龟道, 这儿的抢夺不代表最终的归宿, 外面还有很多万寿境界的高手守着, 就算能把荒天顶带离此地, 也不一定就能占为己有。 青琉璃道, 现在说这些还未时太早, 接下来的情况谁也无法预料, 一旦这里发生异变, 可能导致这一神秘区域的毁灭, 那时候我怕叶秋不一定来得及撤走。 说到叶秋, 白云龟, 幻雪, 林若冰三女的脸上都露出了担忧, 对于眼前那荒天顶的兴趣一下子就降低了很多。 高台四周围满了妖兽, 他们没有人类的耐心, 从上方硬来不行, 就选择了登台抢搏。 一只雪狐率先出手, 轻松登上了第一道台阶, 引发了无数人的关注。 第一道台阶在闪光, 数不尽的神文印记在显化, 释放出玄妙的波动。 雪狐继续迈步, 在攀登第二道台阶时, 周深被神文符印缠绕, 显得格外吃力, 几乎用力毕生之力, 才成功登上第二道台阶。 九色台阶变得越发神异, 每一道台阶都在闪烁, 就像是被激活了似的。 看样子很吃力, 那可是空明境界后期的妖兽, 若是仅能登上两道台阶, 那谁人可以登上高台? 有人在担忧, 这九色台阶看起来比想象中还要可怕, 不是那么容易登顶的。 雪狐休息了一会, 开始朝着第三道台阶进发。 这一次, 雪狐周深灵魂绽放, 天赋神通在激发, 一根根雪白的狐毛燃烧着银色的火焰, 开始对抗九色台阶的压制。 在场所有高手都在关注, 包括聚英语土狗, 对于雪狐的登台怀着某种期待。 第三道台阶的规则之力相当恐怖, 雪狐拼尽一身修为, 身上笼罩着银色火焰, 但却被第三道台阶的橙色火焰所压制。 嘶吼一声, 雪狐猛然登上第三道台阶, 身体却在极具战斗, 如泰山压顶, 身躯无法站立, 缓缓瘫坐在地, 身上的银色火焰在快速消失。 雪狐发出了悲鸣, 身体被压得动弹不了, 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 九色台阶微微震动, 一道道神文符印在磨灭雪狐的生机, 让他越发虚弱, 不一会就死在了第三台阶上, 最终血肉消融, 尸骨无存, 化作了粉末。 这样的结果把所有人都吓呆了, 之前从上空靠近荒天顶, 那是直接死亡。 如今, 雪狐登台, 才步上第三台阶就承受不住, 到底这荒天顶要如何才能取得? 从九色台阶上去应该是正确的, 只是需要很强大的实力, 否则就会承受不起。 万古门的一位高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谁想四周却没人理他。 沈亿, 灵天, 万燕青, 欧峰, 饥荒, 赤天虎, 白云归等人都在思索, 越发肯定这高台之上就是荒天顶了。 巨鹰发出了一声音鸣, 让一头空明境界的妖兽再去尝试。 那是一头雪鹰, 拥有空明七重巅峰境界的实力, 在巨鹰的威胁下, 不得不登上了九色台阶。 第一台阶很轻松, 第二台阶就有些吃力了, 第三台阶好尽全力, 稳稳站住, 情况比那雪狐好很多。 站稳了, 看来真的与修为实力有关, 雪鹰休息了片刻, 开始迈向第四台阶, 引发了无数人的关注。 那一刻, 雪鹰身上的羽毛根根立起, 每一片羽毛都有符文在闪烁, 那是他的天赋神通, 释放出最强威力, 试图撕开九色台阶的规则压制, 但却遭到了重创, 被直接轰下台阶, 当场重伤吐血。 失败了, 很多人惋惜, 更多的高手开始思索, 为什么只能登上三道台阶, 无法逾越第四道台阶。 这高台有九道台阶, 若是止步第三道台阶, 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夺取荒天顶。 雪鹰虽然受伤, 但是让后来者看到了一些希望, 引发了更多高手去尝试。 天荒教一位高手就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成为了第一个尝试的人类高手, 他也登上了第三道台阶, 但因为压力太大, 还没有来得及去尝试登上第四道台阶, 就匆匆退了下来。 青琉璃看到这, 心中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假如第一道台阶对于真武境界, 第二道台阶对于玄灵境界, 第三道台阶对于空明境界, 那要登上第四道台阶, 岂不需要拥有万寿境界? 白云归道, 照你这样分析, 荒谷大陆就找不出一个人能登上这台阶, 即便太古九大凶兽清零, 也达不到那种境界。 换雪道, 这些都是猜测, 我想肯定有其他办法。 林若彬道, 现在大家都没办法抢搏, 我们只要参与其中就行了。 就我分析, 荒天鼎这种存在, 不是我们能够轻易取到手的。 青琉璃道, 其实退一步来说, 看着这么多自负不凡之被干瞪眼, 那也是一件趣事。 这时候, 天牢一末的明天出现, 来到了沈亿身侧, 逼声道, 我仔细搜寻了很久, 始终没有找到出口。 沈亿道, 眼下荒天鼎已经出现, 但是夺取难度太大, 这儿没有出口, 三派就无法外出球员, 对我们来说算是好事。 明天看了看四周的情况, 众媒道, 巨婴与土狗都在, 那对我们可是莫大的威胁。 沈亿道, 不急, 我估计这玩意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弄好的, 我们要做好长远打算。 赤天虎就站在万燕青身旁, 私下对他道, 荒天鼎等级太高, 需要派人出去求援, 否则我们根本就夺不到。 万燕青看了一下旁边的那位万古门高手, 对他低语了几句, 那人便匆匆离开了。 此前, 万古门曾有三位高手进入光柱, 但如今只剩下一位, 其余二人已不知下落, 生死莫测。 万燕青让那人设法离开这一神秘区域, 将荒天顶在这的消息告诉万古门, 增派高手前来支援。 饥荒看到这, 并没有跟风, 显然另有所图。 灵天一个人站在那, 显得有些孤独, 不远处欧风鞋对着他, 口中时不时发出一些刺耳的笑声, 让人很不舒服。 沈亿观察了许久, 突然道, 高台四四方方, 如果同时从四方一起登台,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这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而许多人听了之后, 都觉得可以一试, 于是立马便有妖兽抢先尝试。 四头空名境界的妖兽 从四个方向同时登台, 步伐保持一致, 第一台阶第二台阶第三台阶, 全都成功登上, 九色台阶变得更加活跃, 似乎被完全激活。 然而就在四头妖兽开始登陵第四台阶时, 一股恐怖的力量自久色台阶内部汹涌而出, 一举将四头妖兽震飞, 其中一头妖兽被当场震死, 身躯爆炸, 血肉模糊。 凌天看着沈亿, 冷笑道, 坑人的手段很不错啊, 你不自然去尝试, 偏让别人去送死, 真不愧是仙王宝典的拥有者。 饥荒道, 或许这一次荒天顶抢不到, 能抢到仙王宝典也不错。 万艳青起哄道, 那还等什么, 先把沈亿灭了, 谁抢到仙王宝典就是谁的。 白云归笑道, 这个主意不错, 大家都把目光移到沈亿身上, 饶食他自负聪明, 此刻也脸色铁青, 恨不得把凌天给掐死。 在场妖兽众多, 聚音与土狗在听到仙王宝典时, 明显露出了贪婪之色。 凌天拉着沈亿一闪而退, 出现在了入口处, 但却并未远走。 很显然, 只要有人出手抢搏, 明天就会带着沈亿离开, 没人抢搏的话, 他们就在那里观看。 雾风万席道, 早知道我就该先把出路堵住, 那样就不怕他们跑了。 沈亿骂道, 你们这群衬人之围的无耻鼠辈, 早晚我会把你们全杀了。 凌天挑衅道, 有种就来啊, 我们在这等着。 赤天虎道, 就怕他没那个胆量, 归缩不出。 沈亿想反驳, 却被明天拦住, 不必与他们一般见识, 这种人还没有资格与我们斗。 饥荒不懈道, 说得你们好了不起似的, 结果还不是丧家之犬, 只会东躲西藏。 明天眼神冷漠, 狠狠瞪了饥荒一眼, 没有理他。 这个小插曲仅持续了一会, 因为荒天鼎的缘故, 并没有人真正对沈亿出手。 大家的重点还是荒天鼎, 如何登上九色台阶, 近距离靠近荒天鼎, 那才是所有人最关注的。 第215章荒天之秘, 泥潭所在的山洞中, 热气形成的雾气有所减弱, 地面出现了干枯现象, 泥潭慢慢冷却, 变成了坚固的硬土。 丝丝为风吹拂, 驱散了洞中的烟雾, 露出了泥潭的形状, 干枯后的泥潭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阴阳图, 原形加弧线, 浑然天成, 让人解释不清楚。 这一幕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突然, 坚硬的泥土出现了一丝裂缝, 并迅速扩大, 地面凸起了小包, 一个人影从干枯的泥土中钻出。 那就是叶秋, 全身被泥巴覆盖, 此刻正在脱落, 露出了洁白如玉的肌肤, 晶莹剔透, 比之女人还要白皙嫩滑, 简直让人难以接受。 叶秋的双眼深邃而神秘, 清澈中呈现出漩涡, 让人陶醉其中, 难以自顾。 一步迈出, 叶秋身上的衣服瞬间化为粉末, 打开空间储物界, 换上了一套全新的衣物。 在洞内走了一圈, 叶秋感觉此前被限制的 魅眼心音与透空神念波 竟然完全恢复, 可以探索这神秘区域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叶秋不解, 仔细检查了一下身体状况, 发现修为境界没有提示, 反而下降了。 叶秋如今还是玄灵武众境界, 但此前一路修炼, 本来已经达到玄灵武众后期, 可如今却降到了 玄灵武众境界的初期。 综合实力没有减弱, 反而增强很多, 这说明叶秋的根基更加牢固, 且能更加强大了。 叶秋伸出右手, 在石壁上轻轻一推, 一到石门就出现了。 跨入石门, 前方是一条通道, 连通着一个五光石色的大洞。 叶秋站在洞中, 五颜六色的光芒石刻变换着形态, 形成了一个葛字符, 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 荒天百万年, 天葬是起源, 深渊传圣法, 聚鼎镇九渊。 这些由五光石色凝聚而成的文字 蕴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看得叶秋心神巨震, 从未想过荒天鼎 竟然与天葬深渊有关。 回想一路走来, 叶秋突然明白, 自己经历了许多莫名奇怪的事情, 都是因为自己与天葬深渊有关。 看着那些五光石色, 不管变幻的光芒, 自己消失之后, 化作了一幅幅画面, 全都是叶秋的经历, 出现了它在不同地方, 不同顶的内部修炼。 仔细看, 连同千寿幅圆顶在内, 叶秋一共历经了九尊顶, 各具特色, 全都分布在不同之处。 此外, 在山谷高台之中, 叶秋登陵九色台阶的画面也呈现出来, 每上一个台阶, 它体内就会出现一次震动, 那是有一尊顶在它体内凝聚。 叶秋能登上第四道台阶, 就因为它之前历经了四顶修炼, 每一尊顶都在它体内留下了特殊印记与法则, 让它可以冲敌九色台阶所发出的规则压制。 除了这些画面之外, 叶秋还看到了一些其他人在神秘区域内的经历, 比如白云龟, 青琉璃, 幻雪, 林若冰, 全都是与它相关的人。 那些画面每一次闪过就会自动破灭, 倒是光滑混乱, 回归混沌, 许多信息呈现之后, 就会自动清除。 叶秋一直看着, 感受着这里的一切, 直到所有色彩完全混乱, 变成混沌色, 不再显示任何信息, 它才收回目光。 运转葬天觉, 叶秋全身灵气涌动, 周身毛孔打开, 洞中的混沌支气朝着它涌来, 被它的身体所吸收。 叶秋仔细留意, 发现混沌支气蕴含着莫名的力量, 潜藏在身体内部, 暂时无法吸收。 叶秋站在那, 仿佛置身无尽星空, 有种浩瀚无边的感觉。 取久, 混沌支气消失, 大洞出现了震动, 石壁裂开, 山体崩塌, 这一神秘区域内出现了许多通道, 彼此贯通, 全都通往那荒天顶所在的山谷。 明渊谷外对于下面的情况一无所觉, 石鼎依旧吸引着众人的注意, 而神秘区域内那些被困, 或是找不到方向之人, 在山崩地裂之中沿着那些自动出现的通道快速前进, 朝着高台所在的山谷汇合。 叶秋走了, 透空神念波让它瞬间捕捉到了大量信息, 确定了荒天顶所在, 感应到了白云龟, 青琉璃, 幻雪, 凌若冰四女的踪迹。 山谷中, 强烈的地震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青琉璃心神一阵, 扑口道, 是叶秋, 我感应到了他的神念波。 白云龟稍慢一瞬, 也觉察到了叶秋的存在。 他没事, 正朝着这边赶来, 幻雪与凌若冰文言, 顿时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了笑容。 天使龙峰出现在了山谷中, 一头黑猫与一头青牛也迅速赶来, 这两位全都是万寿境界的妖兽。 另有几头空明境界的妖兽迷途之反, 来到了山谷中, 最后出现的才是叶秋。 这一刻, 除了死在神秘区域的高手外, 其余之人全都聚在此处, 大家目光齐聚, 死死盯着高台之上的荒天顶, 那可是大荒的神器, 举世无双, 珍贵无比。 你跑哪去了? 幻雪拉着叶秋的手, 询问他的去处。 林若冰拉着叶秋另一只手, 担忧道,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 为你担忧。 叶秋含笑道, 经历了一些事情, 一切都还顺利。 白云归与青流离对望了一眼, 幻雪与林若冰下意识的举动 让两女都有些吃醋。 这地方很诡异, 白云归向叶秋讲述了 鸡荒、欧峰、赤天虎, 全都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也都是叶秋成长路上的竞争对手。 天雪龙峰一边关注荒天顶的情况, 一边留意巨鹰、 土狗、黑猫、青牛, 现场妖兽的整体实力明显比三派强很多。 此刻, 地震慢慢消失了, 山谷恢复了平静, 又有妖兽开始尝试了。 叶秋在思索, 他有几分把握登上九色台阶, 但是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登上去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以叶秋的修为境界, 在这种环境下, 就算得到荒天顶, 也不一定能保得住。 在想什么, 轻流离的双眼清澈而透明, 仿佛能看透人的心灵。 叶秋笑了笑, 轻声道, 我在想, 这荒天顶虚实莫变, 谁敢肯定这一定就是真的。 林若冰道, 若然不真, 又岂会如此危险, 让大家束手无策。 这时候, 一些妖兽登上第三台阶, 在预登第四台阶时, 被直接震飞。 万兽境界的黑猫见状, 一闪便出现在了九色台阶前, 绕着高台走了一圈, 随后开始登台。 一阶, 两阶, 三阶, 黑猫都很轻松地登了上去, 但是在第四台阶时, 就显得有些吃力了。 奋力一拼, 黑猫成功登上了第四台阶, 引发了全场的惊叫。 这是目前为止, 第一个登上第四台阶的存在, 拥有万兽境界的实力, 强大而可怕。 叶秋看着黑猫, 发现它浑身战斗的厉害, 在第四台阶上站了一会, 便匆匆退下, 没有去尝试第五台阶。 九色台阶在轰鸣, 大道符文在闪耀, 那就像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不允许任何人亵渎它。 黑猫之后, 巨鹰观望多时, 终于忍不住了, 亲自出马。 它的情况与黑猫差不多, 成功登上第四台阶, 在一鼓作气准备登临第五台阶时, 被直接轰飞, 当场身负重伤。 九色台阶全面复苏, 好似九天之路, 威严霸道, 没有绝对强悍的实力是无法走上至高无上之路的。 土狗青牛都先后尝试, 只能达到第四台阶, 天雪龙峰全力冲击, 也无法登上第五台阶。 那一刻, 所有人都沉默了, 荒天顶就在眼前, 但却无人可以得到, 这让人心里难受极了。 灵天, 沈亿都陷入了沉思, 在思考其他方法。 叶秋在等待, 在思考, 他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他知道这些人登不上九色台阶, 那里的规则限制太强。 叶秋的修为境界远远不够, 但他可以取巧, 这种方法别人用不上, 而叶秋一旦用了, 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以往, 在满五门, 白云归能护得住他。 眼下在这个地方, 谁也护不住他, 所以叶秋需要权衡轻重, 认真思量。 山谷中的气氛有些压抑, 三阶与四阶虽然区别很大,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都是失败的位置。 登不上九色台阶, 一切都是白费, 可谁也不愿意离去, 这就给叶秋带来了难题。 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局, 一直好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叶秋是唯一可以破局之人, 但他却反而有顾虑。 明渊谷上空, 石顶出现了一些变化, 通体符文闪耀, 宛若火焰一般, 璀璨而明亮。 骨裂见状, 脱口道, 情况有变, 或许下面发生了大事。 金色松鼠道, 想知道就进入桥一桥, 我对荒天顶兴趣不大, 把这石顶送我就够了。 黑虎横道, 想得美, 谁知道这石顶会不会就是荒天顶。 巨石道, 此顶看上去也不弱, 万一还有封印, 说不准还真就是荒天顶。 野火僵持了许久, 见着石顶不好抢夺, 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何不进入光柱, 到下面去探一探情况。 想到这, 野火道, 你们既然舍不得丢手, 那我就成全你们, 我去下面瞧一瞧。 抽身而退, 野火朝着光柱冲去, 强行撕开一个口子, 进入了其中。 第216章夜秋灯台, 就在野火进入光柱之际, 远处的天空中出现了三个时空, 分别位于不同的方向。 第一个时空漩涡中飞出一艘战船, 通体铭刻着赤红的符纹, 燃烧着熊熊火焰, 释放出震着天地的强大波动, 迅速朝着明云谷飞来。 第二个时空漩涡之中飞出一幅画卷, 在虚空中自动展开, 如万里山河, 一闪而过, 出现在了明云谷上空。 第三个漩涡之中飞出一个石膜, 巨大如山, 旋转震动, 发出低沉的音波, 导致虚空都在战斗, 阵阵连漪传遍四周。 终于来了, 清月仙子看着三个时空漩涡, 知道三派的援兵到了。 战船来自万古门, 画卷出自天荒教, 石魔则源自满神宗。 这是三大法宝, 盘旋在明云谷上空, 并没有高手出现, 但却给人一种振折与神秘感, 让人猜不透三大门派出动了多少高手。 野火进入光柱之后, 很快来到了地下深处, 找到了荒天顶所在的山谷。 看着眼前的一切, 野火振奋极了, 但很快就冷静下来, 赶到了白云归、 叶秋、林若冰等人身旁, 询问这里的情况。 林若冰将此地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野火, 听得他眉头紧皱, 一脸愁容。 五位万寿境界的高手先后尝试, 没有一个人成功, 这绝不是巧合。 冥冤谷上空的石顶还可以抢搏, 这里的荒天顶是只能光眼看, 根本无处下手。 野火的出现对于叶秋来说是一个转折, 他开始考虑, 如果自己登上九色台阶, 野火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 这里一直僵持时不可能的, 非得要想办法打破, 万一自己引出了此地的变化, 后续的一切都很难预测。 叶秋想了想, 私下与白云归展开了交流。 姐姐, 我有办法登上九色台阶, 但是那样一来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对我们的处境很不利。 白云归震惊地看着叶秋, 心里思索着他的话, 觉得他的担忧是有必要的。 这种环境下, 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荒天顶, 那是不现实的。 脸下天舞护法出现, 你若想出手, 这是最好的时机了。 叶秋道, 我也是这样想, 但不知道他能否保住我的安全, 也不知道他的态度。 白云归道, 这是我来与他交涉, 你先准备吧。 白云归将野火叫到一旁, 两人私下交流, 外人听不到任何声音, 也难以知道双方交谈的内容。 野火听了白云归之言, 震惊道, 你确定叶秋有办法登上九色台阶? 白云归道, 他若登不上九色台阶, 我们何必担忧? 可万一他真的登上了九色台阶, 你能否保他安全呢? 野火看了看山谷中的高手, 坦然道, 我会尽力而为, 但这里有五位万寿境界的高手, 他们如果同时围攻, 我也无可奈何。 另外, 为何不继续等待下去, 寻找更好的时机呢? 白云归道, 我们已经等了很久, 越往后高手越多, 情况越是不乐观, 如果出手这是最好的机会了。 野火轻叹, 不再多说, 同意全力保护叶秋。 白云归将这些内容告诉了叶秋, 然后与青流离, 换血, 凌若冰暗中透气, 让大家全力戒备。 叶秋冲着四女笑了笑, 随机朝着高台走去。 灵天留意到叶秋的一栋, 激笑道, 怎么, 你也想去试一试。 叶秋淡然道, 我看你们都倦了, 我就来凑凑热闹啊, 谁规定悬灵境界的修饰就不能来登台一试。 万艳轻不屑道, 你登得上去麻你。 饥荒嘲笑道, 或许他觉得此刻太清静了, 想给我们找点乐子, 我大家一笑。 叶秋毫不生气, 笑嘻嘻地看着四周, 目光落在了沈亿身上。 你不说点什么, 沈亿横道, 我只想说, 要么你是蠢货, 要么他们是蠢货。 叶秋笑道, 你这话太直白, 把大家都得罪了。 饥荒瞪着沈亿, 骂道, 你这话也聪明不到哪去, 还敢说别人是蠢货, 我看你才是天底下最大的蠢货。 沈亿骂道, 白痴, 前面已经很多人尝试过了, 你们觉得叶秋是吃撑了想找死, 没事自己去丢丑。 沈亿横笑道, 这话我赞同, 叶秋这家伙看上去并不蠢, 他既然敢出手, 就多少有一点把握, 否则何必当众出丑。 万燕青反驳道, 是之前每个人都自信十足, 是了之后才明白, 自己原来是蠢货。 林若兵骂道, 所以你站在那里不敢去世, 只因为你也是蠢货。 万燕青怒道, 住嘴, 你最好给我说话小心点,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林若兵冷笑道, 有本事过来, 直接把你灭了。 眼下瞒神宗一方有野火在此, 形势比人强, 万燕青虽然愤怒, 但还不蠢, 自然知道不适合动手。 叶秋道, 师姐不必与他一般见识, 你当他在放屁就行了。 饥荒嘲笑道, 确实跟放屁差不多, 万燕青大怒, 但想了想却又忍住了。 叶秋来到高台前, 回头看了看四周, 见所有人都看着自己, 嘴角泛起了一抹令人费解的笑容。 深吸一口气, 叶秋全身放松, 缓步朝着高台走去。 一步, 两步, 三步, 就像是踩在众人的心头, 让在场高手都不由得紧张起来。 第四步, 叶秋的左脚落在了九色台阶的第一道台阶上。 右脚收回, 叶秋双脚并力站在第一台阶上, 感觉就死了台阶在震动, 第一道台阶上涌现出古老而神秘的符纹, 缠绕在叶秋身上, 将它牢牢束缚。 情况似乎与其他人有点不同, 零天眼光独到, 看出了一些美目, 叶秋没有急于迈出第二步, 静静地站在那, 直到身体已经熟悉了那些符纹印记, 体内有一尊顶凝聚成形, 这才抬起右脚, 踏出了第二步。 这一步很轻松, 没有想象中的吃力, 自然平和, 如履平地。 陈毅围眯着双眼, 心里涌现出了一丝震惊。 野火天雪龙峰与四头万寿境界的妖兽都看着叶秋, 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丝异样的波动。 叶秋在第二道台阶上停留了一炷香的时间, 第二尊顶在体内成形, 汇聚天道法则, 玄妙莫测, 随后开始了第三步。 那一刻,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因为根据大家的推断, 需要具备空明境界的实力, 才能登上第三道台阶, 叶秋仅仅是玄灵舞众, 根本就不可能登上那一步。 然而结果让无数人惊呼, 也有不少人欢呼, 叶秋成功登上了第三道台阶, 稳稳地站在那。 怎么可能,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有高手质问, 但却没人知道缘由, 白云归, 青琉璃, 林若冰, 幻雪四女都十分高兴, 他们虽然不解, 但都明白叶秋身上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用不着去追问太多。 这一次, 叶秋在第三道台阶上占了足有两炷香的功夫, 脚下数不尽的神文符印缠绕在他身上, 九色台阶在轰鸣, 震动中释放出玄妙波动, 可惜外人并不懂。 叶秋体内, 对应的第三尊顶出现, 凝聚的天道法则与此前两尊顶完全不同。 叶秋抬起右脚, 落在了第四道台阶上, 身体猛然用力, 一下子就蹬了上去, 引发了无数惊呼。 那是万寿境界的高手才能涉足的第四道台阶, 叶秋竟然成功了。 林天, 沈亿, 饥荒, 万燕青, 欧峰, 是天虎等人都露出了异色, 有不甘, 有嫉妒, 更多的是搞不懂。 叶秋登上第四台阶后, 整个高台都在轰鸣震动, 数不尽的神文福音从第一道台阶往上涌, 一直到第四台阶, 汇聚在叶秋身上, 将它完全包裹, 死死地困在那。 白云归, 林若冰, 幻雪清琉璃等四女都不免紧张起来, 天舞护法野火也是暗自担忧, 祈祷叶秋能平安无数, 登上九色台阶, 夺下荒天顶, 为满神宗立下盖世奇功。 叶秋这一次逗留了三炷香的时间, 体内的第四尊顶出现, 快速凝聚全新的天道法则, 潜藏在身体内部。 随后, 叶秋挣脱了身上的符文束缚, 开始朝着第五道台阶迈进。 这一步至关重要, 在场有六位万寿境界的高手, 全都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叶秋。 因为从之前的情况推断, 万寿境界的高手都无法登上第五道台阶, 可叶秋却敢于尝试, 他是凭什么? 先不论是否成功, 就凭叶秋的这份勇气, 就足以让在场之人佩服。 第五道台阶符文交织, 有闪电霹雳, 雷霆万君, 那种神威让人恐惧, 稍不小心就会心神剧烈, 神势毁灭。 叶秋境界不高, 在强登第五道台阶时 遭到了可怕的规则之力压制, 眼看就要承受不起之际, 体内冲出一股神秘之力, 冲顶了那种规则之力, 让他猛然挣脱了束缚, 一下子站在了第五道台阶之上。 高台在震动, 山谷中惊呼似起, 所有人都激动起来, 不管是因为兴奋还是因为嫉妒。 叶秋创造了一个奇迹, 登上了前所未有的第五道台阶, 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 站在那里, 叶秋表情奇异, 体内有一尊顶在聚合, 与酒色台阶之间产生了莫名的感应力, 外人看不出, 但叶秋却十分清楚。 第217章吉凶相伴, 这一次, 叶秋在第五道台阶上足足站了一个时辰, 身上的神文符印才慢慢退去, 朝着第六道台阶迈进。 酒色台阶上留下了叶秋的足迹, 清晰而奇特, 这是别人无法办到的。 灵天脸色阴沉, 冷冷到, 他竟然找到了破解之侧, 真是运气不错。 万艳青脸色铁青, 叶秋的表现太过出色, 淹没了其他天才的光芒, 让他很是不服。 饥荒闭口不语, 眼中流露出一丝寒意, 叶秋登上了第六道台阶, 体内涌出一股诡秘之力, 比喻住了那种无上压迫。 站在第六道台阶上, 叶秋身体在轻轻站抖, 体内对应的第六尊顶在凝聚, 内部有法则形成, 与酒色台阶之间相辅相成, 彼此结合。 五炷香的时间悄然而过, 叶秋睁开眼睛迈出了下一步。 到了这时候, 大家已经有了一种名物, 叶秋肯定能登上九色台阶, 只是每一次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叶秋登上第七道台阶, 身后留下了六道清晰的足印, 述说着他之前的行径轨迹。 九色台阶释放出恐怖波动, 那种力量摧枯拉朽, 逼得四周的高手纷纷退后, 脸上露出了金融。 叶秋体内出现了一尊全新的顶, 那是对应的第七尊顶, 耗时一个半时辰, 才充顶了九色台阶所释放出来的威压, 并彼此结合, 形成了全新的规则, 潜藏在叶秋的身体内部。 当叶秋登上第八道台阶时, 所有人都露出了期盼之色, 虽然很多人嫉妒, 但经过这么久的时间考虑, 大家都转变了想法, 只要叶秋能够将荒天顶从那高台之上带走, 就可以在其他地方抢博, 这比干眼看要强很多。 林天宇审议就是把叶秋当成可以利用的棋子, 一旦荒天顶离开这高台, 他们就会出手抢博。 在场万寿境界的高手也是这样想的, 真正担忧的反而是野火, 因为他要想互助叶秋, 责任重要, 实力不足。 叶秋站在第八道台阶上, 近距离地看着荒天顶, 那感觉很奇怪, 这顶就像是天道规则所画, 虚而不识, 看得见摸不着。 叶秋体内第八尊顶在凝聚, 演化全新的法则, 与此前七尊顶所凝聚的天道法则完全不一样, 那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虽然叶秋眼下还无法领悟, 但是他心里知道, 迟早有一天, 这些法则对自己有用, 闭上眼睛, 叶秋在仔细体悟, 等到他等开眼界, 吸住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那一刻, 叶秋突然回头环顾四周, 明亮的双眼绽放出迷人的神采, 似乎在向大家宣布, 我即将踏出最后一步。 高抬九阶, 色彩不同, 蕴含天地法则, 压制天道万物。 没人可以登顶, 那代表着天微莫测, 可叶秋却走到了这一步。 虽然是取巧, 但他至少有了那种俯视天下的视角, 可以逼逆天下, 傲视苍穹。 林若冰突然大声道, 叶秋, 加油, 换雪, 青琉璃, 白云龟都在朝着叶秋挥手, 他们没有说什么, 但眼神中却流露出太多的情绪波动。 叶秋含笑点头, 回身看着荒天顶, 毅然迈出了最后一步。 那一刻, 整个高台喷发出九色火焰, 震动之音回荡四周, 让虚空都在崩塌, 时空都在倒流, 那种异象极其恐怖, 造成了地动山摇, 随时可能将整个神秘区域都摧毁掉。 最后一阶至高不悦, 叶秋即便有取巧之能, 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 身体在剧烈战斗, 体内冲出一股强大而神秘之力, 那是一种天道法则, 在对抗九色台阶之上的规则束缚。 叶秋一直坚定, 拼尽所有, 虽然只是一步之遥, 但却感觉好似万年之久, 历经了磨难, 耗尽了心血, 最终付出一切, 才终于站在了第九道台阶之上。 山谷中, 震天的尖叫与欢呼回荡不休, 就连仇视叶秋之人都发出了大叫, 释放出了心中的渴求。 叶秋站在最高的台阶上, 身体在剧烈战斗, 口中鲜血外溢, 浑浊的双眼透射出一股坚定之色。 一尊顶在叶秋体内快速凝聚, 内部符纹演化, 构建全新的天道法则, 涉及到很深层次的领域, 叶秋大部分都不懂, 但他却努力地领悟。 这一过程持续了两个时辰, 叶秋站斗的身体才逐渐平复, 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苦涩, 这九色台阶远比想象中还要恐怖。 运转藏天诀, 叶秋开始吞吐九色台阶上的各种符文印记, 那里面蕴含着金氏伟丽, 也只有叶秋这种体质才能够吸收。 转身, 叶秋看着白云归, 林若冰, 青琉璃, 幻血似女, 脸色有些激动。 站在这儿是一种荣誉, 登顶极致, 傲视苍穹, 预示着叶秋有朝一日也能像今日一般, 站在世界的最顶端, 成为万众瞩目的至高王者。 这一刻, 九色台阶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大很多, 虽然灵天, 沈玉饥荒, 万艳青, 欧峰, 赤天湖等人不愿意承认, 但在场所有高手都知道, 这一刻的荣耀属于叶秋, 他身上的光芒把所有人都压下去了。 白云龟, 青琉璃, 幻雪, 凌若冰四人激动极了, 那个站在荒塔顶旁, 碧逆天下的身影就是他们的骄傲, 是他们最足牵挂的人儿。 野火也很激动, 若不是强行压制, 早就发出了欢呼。 天雪龙凤, 巨鹰, 土狗, 黑猫, 青牛开始移动, 选择最佳的出手方位, 随时准备出手抢搏。 叶秋心情闪过许多念头, 这一刻万众瞩目, 加入荒天顶落在他手中, 以他如今的修为境界来说, 那就是怀避其罪, 根本保不住。 若是让他拱手于人, 叶秋还做不到那么潇洒从容, 所以此时此刻, 他犹豫了。 背对着荒天顶, 也在第九道台阶上走了一圈, 一边留意在场高手的一举一动, 一边趁机思考下一步。 转身, 叶秋停下脚步, 看着近在咫尺的荒天顶, 发现他通体符纹交织, 形成了许多深奥的印记, 蕴含着无上奥秘。 叶秋深吸一口气, 诸多对策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 暂时不去管太多。 荒天顶看上去很虚幻, 高约三丈, 气象万千, 有混沌之气弥漫。 叶秋绕着他走了一圈又一圈, 足足走了九圈才又再次停下。 荒天顶三足两耳一口, 这是道声一, 一声二, 二声三, 三声万物的逆转, 代表着汇聚与融合, 是万法的承载体, 顶足天下, 万法一炉。 叶秋缓缓伸出左手, 稍后又伸出右手, 双掌同时按在那顶身之上, 就像是触碰到了九天之上的天道轰炉, 引发了天道反噬, 猛然粘住了叶秋的双手。 那一刻, 叶秋浑身颤抖, 俊美的脸上露出了痛苦之色, 这让台下的白云龟, 青琉璃, 幻雪, 凌若冰都发出了担忧的惊呼。 叶秋的双掌被一道道符纹神链缠住, 死死粘贴在顶身之上, 让他脱身不得。 虚幻不时的荒天顶在震动, 释放出破灭天地的恐怖威慑, 导致九色台阶出现了裂缝, 光阴腐蚀之力开始侵袭叶秋。 很多人都记得, 第一头妖兽就是因为接触到荒天顶而被光阴腐蚀老化, 变成了粉末。 如今, 叶秋似乎也走上了这一步, 全身在剧烈战斗, 脸色痛苦, 发出了嘶吼, 双手被死死粘住, 根本无法抽出。 叶秋体内, 九尊顶先后显化出来, 代表着九大领域的天道法则开始融合, 共同对抗荒天顶所释放出来的毁灭光波。 叶秋体内的恶葬天诀高速运转, 伴随着万古诀与天荒诀, 激发叶秋的潜能, 全力与荒天顶抗衡。 叶秋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危险关头出于本能的反应, 他开始动用一切的力量, 这其中就牵扯到了古印与荒印, 关系到万古诀与天荒诀。 叶秋全力抗衡, 但危险并没有丝毫减弱, 在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得沟通混沌地鲜花, 开启体内九十九道仙门, 释放出强大的仙缘之力。 那一刻, 荒天顶出现了剧烈震动, 顶身之上符文汇聚, 迅速朝着叶秋涌去。 万古诀与天荒诀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出现了融合, 这是叶秋怎么也不曾想到的。 万古天荒彼此结合, 将形成荒古至尊诀, 但那需要将万古诀与天荒诀修炼到极高境界, 方能慢慢融合。 以叶秋眼下玄灵舞众境界的实力, 他从未想过会出现这一幕, 但荒天顶的异变却给他带来了莫大的高出。 这种异变与叶秋体内的混沌地鲜花有关, 与那九十九道仙门有关, 说穿了就是与天葬深渊有关。 外人并不知晓这一切, 很多人都认定叶秋死定了, 白云归、林若彬等四女子无比担忧, 可她们却插不上手。 这一刻, 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叶秋, 她只能自求多福。 高台之上, 叶秋口中鲜血狂勇, 荒天顶在疯狂地震动, 莫名之力笼罩着叶秋的身体, 引发了彼此间的异变, 但一直未曾摆脱。 叶秋精神绷紧, 她感觉到荒天顶上有奇异的力量涌入体内, 如催化剂一般, 加速万古诀与天荒诀的融合, 让它们彼此结合, 形成了荒谷至尊诀, 解开了谷印与荒印上的某种封印与束缚。 第218章双顶融合, 这一幕并没有持续太久, 荒天顶的震动之力越来越强, 酒色台阶在分解, 叶秋被粘住的双手出现了松动的痕迹, 不一会就被强大的冲击波给震飞了。 那一刻, 荒天顶震动久悠, 虚实莫变的她突然射出一道催促的光柱直通天际, 将上方的天幕洞穿, 呼啸一声便冲天而起。 酒色台阶分解成了四块, 刷刷刷的顿入虚空, 不见了影踪, 叶秋重伤吐血, 被白云归一把抱住。 其他高手则紧随荒天顶而去, 从那被洞穿的天幕中飞出, 回到了现实世界, 看到了三派高手与那半空中的石顶。 此前, 三派高手与在场妖兽正在抢夺那石顶, 双方都在试探性的进攻, 一是打发时间, 二是等待时机, 战况算不上太激烈。 可就在刚才, 一道光柱冲天而上, 正好击中那尊石顶, 将他笼罩其中。 随后, 一尊符文交织, 威慑诸天的光顶冲天而上, 在光柱中与那石顶相逢, 双方似乎出现了融合, 释放出镇压天地的恐怖波动。 三派高手健壮, 全都意识到了不对头, 从地下飞出的天雪龙峰, 野火, 巨鹰, 土狗, 黑猫, 青牛等万兽境界的高手健壮, 立马就意识到了什么? 零天与沈亿的速度都丝毫不弱, 他们也看到了荒天顶与那石顶融合, 忍不住发出了惊呼。 那是气魂, 石顶才是气身, 二者融合才是真正的荒天顶。 此言一出, 在场高手迅速爆发了最激烈的争夺, 光柱被强行撕碎, 扩散的光波中, 石顶横飞出去, 而之前那虚实莫变的荒天顶则完全消失了。 在场高手绝对, 荒天顶已经与石顶融合, 那是气魂与气身的结合, 如今的石顶越发神异, 他才是真正的荒天顶。 明渊谷入口处的那道百丈光柱此刻开始缩小, 不一定就消失在了虚空中, 大家都无暇理会, 荒天顶的出事必然导致很多异象的消失。 白云归爆着重伤的夜秋冲出地面, 身后跟着青琉璃, 幻雪雨淋若冰, 四女脸色都有些担忧, 主要是夜秋伤得太重, 而荒天顶却又没有到手。 这似乎是白盲了一场, 但好处是不会成为众矢之地, 也算是焉之非福。 远古看到白云归与林若冰出现, 连忙大叫道, 师姐, 这边。 半空中, 全都是万寿境界的高手在交锋, 那个区域空明境界的高手根本不敢靠拢, 只能在外围关注。 白云归带着夜秋来到远古身旁, 林若冰问起了这里的情况。 远古道, 刚才一道光柱拔地而起, 正好击中那石顶, 后来一尊顶从地下飞出, 与石顶融合。 现在, 三派与妖族的万寿境界高手正在拼命抢夺。 幻雪经一道, 这两者合一才是荒天顶。 青琉璃道, 气魂语气身份开的情况很常见, 但这不能肯定眼前的石顶就一定是荒天顶。 白云归看着怀中的夜秋, 问道, 你之前触碰过荒天顶, 你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吗? 叶秋摇头道, 不是石体也不是投影, 而是由天道法则而成。 远古问候了一下叶秋的伤势, 随口道, 那你觉得, 这石顶会是荒天顶吗? 叶秋看着半空的石顶, 它通体闪烁着璀璨之光, 强如万寿境界的高手, 只要触碰到它的顶身, 就会被瞬间击飞, 身负重伤, 熔岩衰老。 从这一点看, 这石顶相当恐怖, 并没有自行离开, 大有傲视苍穹, 逼逆天下的气魄。 叶秋看着石顶, 心中有种怪异的感觉, 陌生中透着熟悉, 但却少了一种亲密感。 不好说, 我现在也摸不透, 不过那对我们而言已经不重要, 因为这石顶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拥有的。 零若冰道, 至少本派有希望争一争, 说不定就能抢到手。 叶秋不至可否, 为幻雪道, 雪姐姐, 你先回去告诉你师父, 让他小心提防沈亿与明天, 那天熬的尸体就在明天身上, 一旦施展出来, 万寿境界的高手根本就抵挡不住。 幻雪道, 行, 我这就过去, 你躲注意身体。 青琉璃跟着幻雪一起离开, 回到了天荒窖那边去。 叶秋福下一株灵药, 挣脱了白云归的怀抱, 低声道, 姐姐, 我想去明渊谷中走一趟。 白云归惊乐道, 现在, 叶秋道, 这里没我们什么事情, 石顶若真是荒天顶, 这些人也抢不走, 所以我们可以先去明渊谷中走一走。 白云归道, 也好, 我陪你下去, 他们就暂且留在这。 林若彬没有说什么, 眼下抢夺荒天顶才是最重要的, 他要留在这关注。 叶秋再一次来到明渊谷中, 那座情种已经消失了, 谷地一片残破, 但叶秋却听到了有人在唱歌。 明游,明游, 何处停留, 我身如玉, 我心如枯, 戏凉哀晚的歌声让人心灵感触。 叶秋不明白自己何时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之人, 喜欢上了这种淡淡苦涩的倾愁。 白云归没有听到歌声, 陪着叶秋走了一圈, 轻叹道, 这儿已经什么都没有, 我们走吧。 叶秋扭头看着某处, 一个朦胧的身影站在那, 正远远地看着叶秋。 那是一个白发眼面, 眼神戚晚的女子, 白云归看不见, 但叶秋却看得很清楚。 四目相处, 叶秋心灵站抖, 那双眼睛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记, 挥之不去。 轻叹一声, 叶秋双唇为动, 但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那女子转身, 白发随风, 透着无尽的凄苦, 消失在了冥冤谷中。 叶秋直到女子消失, 这才拉着白云归的御守, 离开了那人。 你怎么了, 感觉怪怪的, 白云归很熟悉叶秋的性格, 一眼就看出了他心中有事。 叶秋道, 我能看到许多旁人看不见的东西, 那是我的因果, 不想把姐姐牵扯其中。 白云归一听就懂, 当下不再多问, 带着叶秋回到了凌若冰域远古身侧。 半空中, 八头万兽境界的妖兽各展神威, 在数量上压制了三派高手。 持顶缓缓转动, 洒落一道道光滑, 融入虚空之中, 延伸至四级八荒, 引动整个时空, 让万物都随着他的起伏而震动。 那是一种威慑, 着显石鼎的不凡, 让附近的高手都感受到了一种惶恐。 万古门的战船, 天荒礁的画卷, 满神宗的石魔都不敢靠拢。 大家越发地觉得, 这就是荒天鼎, 正在逐渐显微, 有着越来越强的势头。 远处, 沙邪罗看着石鼎, 心里也在嘀咕, 那真是荒天鼎吗? 若不是, 怎会如此恐怖? 黑灵王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沙邪罗身侧, 眼神炙热地看着石鼎, 自语道, 真是他吗? 沙邪罗道, 暂时还不好说, 不过三派与妖兽都在拼命抢搏。 太古凶兽的后裔出现了, 但九大太古凶兽本身, 暂时还没有冒头。 黑灵王道, 不急, 现在才刚开始, 只要不发生意外, 太古凶兽迟早会现身的。 沙邪罗道, 其实这时候去攻打三派, 正好可以趁虚而入。 黑灵王沉吟道, 既然军师如此有把握, 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吧。 沙邪罗一愣, 本想支开黑灵王, 谁想反而把自己套进去了。 你打算进攻那一派, 黑灵王道, 还是拿万古门开刀, 这一次务必要把清华城夺下来, 不能再让他们抢回去了, 一切就拜托军师了。 沙邪罗心头暗骂, 嘴上却笑道, 放心, 这事就交给我。 一闪而逝, 沙邪罗返回妖族联盟, 开始调集大军, 朝着清华城出发了。 黑灵王嘴角为扬, 露出了一丝笑容, 稍后只要太古凶兽出现, 三派就会遭遇严重损失, 这对妖族联盟有好处。 叶秋看着半空中的争夺战, 万古门派出了两位万寿境界的高手, 除了万寒山之外, 樊炳正也来了, 正在全力协助。 天荒教方面也出动了两位万寿境界的高手, 第一个是龙天宇, 第二位是个白发老者, 乃是天荒教的老古董, 活了七八千年, 好外白梅翁。 蓝神宗这一次也不弱, 除了野火外, 还有一位万寿境界的高手, 那是一个高大魁梧的黑铁巨汉, 外号黑金刚, 兵器是独角同仁, 招式刚莽。 三派若是只有这点抵运, 那根本就抢不到荒天顶。 白云归道, 这只是表面上的实力, 那战船、 画卷、石魔之中肯定还隐藏着更加厉害的高手。 毕竟这是大荒深处, 万一太古凶兽出现, 三派若无高手抵运, 就可能全军覆没。 远古不解道, 既然有更加厉害的高手, 为什么不率先下手, 将荒天顶驳到手, 然后离开这儿, 回到人类统治的区域, 那样不是更加有利吗? 零若彬道, 我想可能是那些高手并无十足的把握, 你看这些万寿境界的高手, 争夺了半天, 都不敢去触碰石顶, 这样如何将他带走? 那些更加厉害的高手, 实力可能不弱, 但能否抵挡荒天顶的腐蚀之力, 谁也不好说。 叶秋赞道, 师姐之言有道理, 三派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 因为谁也无法肯定, 石顶就是荒天顶, 且战时还没有想到收取的对策, 都想让别人去开路, 在没有十足把握前, 他们是不会贸然行动的。 第219章太古凶兽, 远古道, 如此说来, 这样的僵持还要持续很久。 白云归道, 除非有意外发生, 否则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林若冰道, 意外源于何处, 这话值得思索, 荒天顶的消息是黑灵王放出来的, 眼下三派已经参与进去, 诸多妖族高手也参合进来, 剩下就是太古凶兽与妖族联盟了。 他们是否出现, 何时出现, 眼下谁也说不清楚。 半空中, 石顶的光芒越来越盛, 延伸至四级八荒的符纹神链在震动, 像是在抽取天地万物之力, 孕育着神吗? 一般人看不透石顶内部的情况, 但是夜秋能够看透。 在那石顶内部, 混沌之气弥漫, 正在孕育着一团混沌云, 内部似有福音产生, 源源不断地摄取天地万物之力, 高度聚合吸收, 将大荒之力汇聚一声, 透着某种奇怪的方式, 透空传送到了某处。 夜秋想要追踪, 却发现透空神念波只要进入石顶内部, 就会被混沌云撕碎, 根本无法进一步探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夜秋脑中闪过这个念头, 心中准备了疑惑。 白云归观察的角度与夜秋不同, 他在留意那些万寿境界的高手, 他们不敢用身体接触石顶, 只能以灵文应符之力化作链条, 缠绕在石顶之上, 试图将他收走。 面对这种情况, 石顶每个一定时间会震动一次, 直接将那些链条震碎, 而后顶身变大一些, 傲视乾坤, 俯视万物。 他为什么不走呢? 白云归一直搞不懂, 以荒天鼎所展现出来的神威, 早就已经具备了智慧, 要离开那是很简单的事情, 和以他就是不肯走。 林若冰道, 或许他还没有完全成形, 还差最后一点契机。 夜秋文言, 扭头看着附近的九十九座大山, 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但又说不出来。 陈思忠, 一声唬哭震动山林, 参与抢驳的那头黑虎发出了震天长笑, 打出了真火, 开始拼命了。 远处, 一声唬哭传来, 整个天地都在崩裂, 那种神威绝不是黑虎可比。 不好, 太古凶兽出现了, 古猎与清月仙子发出了惊呼, 双双扭头看着远处, 那儿的时空在扭曲, 一道道时空漩涡凝聚成一朵黑云, 正有远而近, 速度快得惊人。 在那黑云之上立着一道高大的身影, 那是一个人形生物, 威严霸气, 傲视天地, 有俯视苍生的豪情。 叶秋心神绷紧, 这种存在他还是第一次面对, 神魂意识都有快要崩溃的痕迹, 根本就不要指示。 远古低吼一声, 口中鲜血外溢, 竟承受不住那股威慑, 连忙寄出天王棍护体, 这才稍稍好些。 万古门的战船, 天荒礁的画卷, 满神宗的石魔同时爆发出万丈神光, 形成了三大保护区域, 将三派的高手笼罩进去。 战船之上, 号角响起, 响彻九天十地, 惊动万古千秋, 仿佛不朽的英灵在高歌, 对抗着黑云上那高大身影所释放出来的恐怖威慑力。 沈毅与明天靠拢, 欧风寄出的自明渊谷的石谷, 其他妖兽则纷纷闪躲, 不敢逗留。 半空中, 抢拨十顶的十五位万兽境界高手纷纷退后, 全都警惕地看着黑云上的那个高大身影, 他就好似天地之主, 力压乾坤万物, 让人呼吸急促。 零若冰产生道, 好恐怖, 这就是太古凶兽, 仅仅是一点气势的外露, 就让天地都为止沉浮。 白云归脸色阴霾, 苦笑道, 这种级别的存在, 九天时帝都找不出太多, 自然是无比恐怖。 远古沮丧道, 这种存在面前, 谁还敢去抢拨。 叶秋脸色凝重, 轻声道, 师姐可知道他的来历。 零若冰迟一道, 我想这应该就是太古九大凶兽中, 排名靠前的六亿名杀虎, 据说当日百兽王座现世, 就是被他夺走, 后来不知何故又交还百足。 此次荒天鼎出世, 他充演抢夺, 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白云归担忧道, 这种存在, 只怕如今的三派还难以应付, 除非汇聚三派之力, 比运全出, 或许可以对抗一二, 否则, 远古苦笑道, 那还抢什么, 快逃吧。 叶秋道, 莫及, 太古九大凶兽中除了天傲已死, 还剩下八凶, 眼下六亿名杀虎现身, 我估计暗中还有其他凶兽, 他们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荒天鼎被六亿名杀虎夺走。 石鼎在六亿名杀虎出现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鼎身迅速放大百倍, 如一座大山悬浮在半空, 释放出恐怖的波动, 吞吐着天地法则, 抗衡那六亿名杀虎。 看到这一幕, 在场高手心中的疑虑顿时消除, 这就是荒天鼎, 绝对不会错, 否则其有如此神威, 敢于太古凶兽抗衡。 黑虎回到了六亿名杀虎身侧, 变成了一个中年男子, 讲述起了之前这里发生的一切。 三派在联手对抗六亿名杀虎, 三大法宝释放出惊天神威, 并没有选择退走。 六亿名杀虎倾衡一生, 整个天地都在摇晃, 万物都在战斗, 三大法宝剧烈震动, 发出的神文符印在快速崩碎, 竟有抵挡不住的迹象。 尺顶旋转一圈, 发出了一股震动, 扩散的震荡波将六亿名杀虎的轻横之声撕碎, 让天地恢复了清明, 镇压山河大地, 稳固时空。 真不愧是荒天顶, 果然有点特色, 六亿名杀虎为眯着双眼, 额头上的王子闪闪生辉, 蕴含神道法则。 沈亦看着六亿名杀虎, 脸色难看极了。 太古九大凶兽清零现场, 我们根本就抢不过, 连取巧的机会都没有。 明天道, 现在只能寄望三派门下不要退缩, 拼尽一切与六亿名杀虎抢夺。 沈亦道, 三派只怕也拼不过, 这一点不止沈亦心中有数, 灵天、饥荒、万艳青等人也都心中有数。 这是大荒地界, 不是三派的势力范围, 若真的与六亿名杀虎硬拼, 在场高手可能全都要葬身虎口。 清月仙子护着幻学与清流离退后, 立身在那画卷之下, 心中充满了担忧。 赤天虎, 万艳青都退回到了万古门的战船之上, 静静地看着。 附近的妖兽全都躲得远远地, 对那六亿名杀虎有着先天的恐惧之心, 唯有那金色松鼠没有退走。 因为这家伙也是太古九大凶兽之后, 正在呼唤始祖前来相助。 很快, 天边出现了金霞, 映照着整个大荒, 让万物都染上了一层金色。 六亿名杀虎扭头回顾, 口中发出了一声冷哼, 显然十分不乐。 金霞扑天盖地, 在虚空中演化金光大道, 将天地法则都踩在脚下, 数不尽的金莲在半空绽放, 花蕊之中浮现出一颗颗金色的太阳。 这种意向比起六亿名杀虎出场时还要惊人, 看得在场高手骇然变色。 又来了一头, 这还让不让人火啊。 远古大叫, 充满了担忧, 零若冰道, 这应该是太古九大凶兽中的金金烈天兽, 外形就像松鼠, 尾巴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拥有天赋神通烈天金燕窄。 金光大道之上, 走来了一个金一老者, 个头不高, 头发全都是金色, 脸上挂着顽皮的笑容, 双眼锐利如刀, 目光所及虚空开裂, 竟承受不住。 长翅膀的,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害得我一阵好追。 六亿名杀虎横道, 大尾巴兽, 没人请你来, 你要是觉得没趣就滚回你的老窝。 金金烈天兽嘿嘿笑道, 谁说无趣了, 荒天鼎在这, 又岂能少得了我。 看着石鼎, 金一老者双眼发光, 竟迅速朝着石鼎冲去。 六亿名杀虎见状, 立马出面拦截, 喝道, 你干什么。 金金烈天兽道, 这是我家丢失的石鼎, 我当然要把他带回去。 六亿名杀虎骂道, 无耻, 这明明是荒天鼎, 怎就变成你家丢了的石鼎。 金金烈天兽嘿嘿道, 我家丢的石鼎就叫荒天鼎啊, 你笨啊。 魔魅族的天雪龙峰有些郁闷, 之前万寿境界的高手抢国, 他还有能力参与, 如今变成了太古凶兽出面, 他连抢夺的念头都没有了。 三派的态度也很奇怪, 既没有离开, 也没有进一步出面, 显然与太古凶兽争抢, 那是需要极大魄力与勇气的。 清琉璃看了一眼叶秋, 以透空神念波同他交流, 你觉得这顶最后会落在谁的手中, 叶秋道, 此顶不凡, 不一定会落在这些人手中。 这是叶秋的看法, 也是他心中的一种期盼。 就目前来看, 三派还在克制冲动, 六亿名杀狐与金金烈天兽的出现, 把在场高手边缘化了, 让他们失去了争夺的资格。 如果荒天鼎出现在三派的管辖地界上, 三派还有希望与太古凶兽争夺, 但是在这大荒之中, 三派即便倾尽全力, 损兵折将也不一定能捞到好处。 鉴于这个缘故, 三派选择了沉默, 选择了关注, 默默等待时机, 刺激而动。 六亿名杀狐瞪着金金烈天兽, 身上战役惊天, 没有丝毫退步。 荒天鼎是荒谷大陆第一起宝, 孕育百万年才成行, 越是实力高强之辈, 对他越是看重, 越是不肯松手。 第220章意外变故, 你想跟我抢, 金金烈天兽亭下脚步, 很认真地看着六亿名杀虎。 你觉得我大老远跑来, 就是闲得无事来找你聊天的。 六亿名杀虎霸气如虹, 也没一斗天地都在战动, 那种威慑强悍到了让人难以揣测的程度。 我们如果争抢, 最后占便宜的会是谁呢? 金金烈天兽看了看四周, 脸上突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这种事情总是有人吃亏, 有人占便宜的。 六亿名杀虎冷傲自负, 并不在意金金烈天兽的威胁。 便宜肯定有人占, 但就怕不是你我。 金金烈天兽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扭头看着某处, 黑灵王就站在那人。 六亿名杀虎看着那个方向, 冷笑道, 你以为我会没有觉察到吗? 右臂一挥, 虎爪列天, 朝着黑灵王所在的方向抓取, 整个天地都在快速缩小, 射入他的虎爪之中。 面临六亿名杀虎的进攻, 黑灵王脸色凝重, 没有动用百兽王座, 而是取出一面令牌, 朝着六亿名杀虎拍去。 那一刻, 缩小的天地瞬间挣脱了束缚, 一个巨大的令字出现在天空中, 力压九天十地, 强如太古凶兽都勃然变色。 太古令, 这三个字出自精精烈天兽, 透着震惊与动容, 让三派与各族妖兽都感到惊恐。 六亿名杀虎的那一爪遇上天空中的令字, 被直接弹了回去, 数不尽的天道法则缠绕在六亿名杀虎的右臂之上, 形成了一种规则束缚。 可恶, 六亿名杀虎发出了怒吼, 猛然甩动右手, 震碎了那些天道法则, 引发了时空动荡, 万物战斗。 黑凌王现身远处, 手持太古令冷冷地看着六亿名杀虎与金金烈天兽, 发出了警告。 不要忘了太古盟约, 你们毕竟还没有跨出那一步。 这是三派高手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听到太古盟约四个字, 牵扯到太古令, 以及当年与太古九大凶兽之间的一些隐秘。 六亿名杀虎狠声道, 不要仗着太古令就自以为是, 没有那块令牌, 我一根手指就能把你灭了。 金金烈天兽瞪着黑凌王, 问道, 你想图谋什么? 黑凌王道, 我只是看客, 你们何必非要把我卷入其中? 荒天顶现世, 最终落入谁手现在还不好说, 你们有精力与我浪费时间, 还不如早点出手, 先把荒天顶抢到再说。 六亿名杀虎狠道, 那时候你就好趁火打劫, 让别人出手, 你在背后借刀杀人, 坐享于人之力。 黑凌王道, 荒谷一同是我的职责, 有太古盟约在, 我还不会与你们正面冲突。 但如果你们违背盟约, 我自有手段兑付。 黑凌王展现出了一股霸气, 暴示荒谷, 闭逆天下, 让在场高手都感受到了他的雄心壮志, 感受到了他的不屈傲骨。 神毅看着黑凌王, 眼神异常的冷漠, 心中透着一股恨意, 这将是他人生道路上, 不可避免的争夺者。 灵天看着黑凌王, 俊美的脸上露出了凝重之色, 身为灵神传承者, 灵天要做的不仅仅是重新一桶蛮神宗, 还有一桶荒谷的野心。 这样一来, 黑凌王就成为了他人生道路上避不开的对手。 叶秋看着黑凌王, 深深被他吸引住, 这位妖族联盟的盟主看上去很年轻, 但果决傲气, 意志坚定, 做事有条不问, 绝对是不可小时的一个对手。 三派高手对黑凌王也十分关注, 因为此前妖族联盟与万古门天荒窖发生了多次激战, 双方都损失惨重。 金金烈天兽道, 既然你只是看客, 那就慢慢看吧, 我先把石鼎带走。 身体一旋, 金金烈天兽就到了石鼎附近, 身后一条巨尾横空出世, 朝着石鼎卷去。 六亿名煞虎挑眉道, 大尾巴兽, 你当我不存在啊。 金金烈天兽咧嘴道, 你又不是美女, 谁管你在不在, 别来烦我。 金色的尾巴缠住了石鼎, 每一根金毛都绽放出光芒, 鸣刻着神文符印, 释放出压制天道的恐怖之力。 石鼎受到攻击, 通体混沌之气弥漫, 一道道时光符文在绽放, 如盛开的花朵迅速凋零, 引发了光阴的加速。 金金烈天兽身体一震, 金色的尾巴猛然收紧, 想要撼动那巨大的石鼎, 但却遭到了可怕的光阴腐蚀之力, 尾巴上的金毛在迅速暗淡老化, 最终变成了灰烬。 六亿名杀虎原本打算攻击, 但看到这一幕后, 又突然停了下来, 准备先看看情况。 石鼎轰鸣, 光阴破碎, 整个虚空在沸腾, 被时间争主, 万物都面临死亡威胁。 金金烈天兽发出了一声咆哮, 据为之上符纹运转, 再压制石鼎表面的时间符纹, 但却遭到了强大的反噬, 出现了僵持格局。 在场高手密切关注, 深深被金金烈天兽的实力 与石鼎的神威所惊。 不愧是荒天鼎, 连太古凶兽都奈何不得。 很多人感慨, 并不希望荒天鼎落在太古凶兽手里, 眼下的形式正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金金烈天兽吃惊之余也有些恼怒, 口中发出了震天长啸, 全身金光大盛, 扑天盖地, 将整个天地都染成了金色, 数不尽的符纹遍布乾坤, 直接夺去了这一方天地的控制权。 石鼎在剧烈震动, 周身混沌之气弥漫, 顶口出现了漩涡, 开始吞噬天地间的金光, 好似一个无底洞。 这种对抗超出了很多人的理解范畴, 强如白云归, 青琉璃,赤天虎之流都感到惊恐。 然而就在这样的争斗过程中, 大荒深处突然传来一丝死亡的波动, 如平静的湖面上落下了一块巨石, 引起了阵阵涟漪, 不断扩散, 不断靠拢, 全力施展的金金烈天兽第一时间察觉, 其后是六亿名煞虎, 石鼎似乎也感受到了什么, 出现了巨大的震动顶身在一次变大, 如苍穹霸主傲视宇宙, 开始旋转加速, 混沌之气在体外形成了一个漩涡, 数不尽的时间符纹在漩涡中破碎重组, 扑天盖地的金光被裂开了一条缝, 伴随着怒雷闪电, 还有苍天的诅咒, 正有远而近朝着这边靠拢, 那种波动瞒不住在场高手, 大家都扭头看着那个方向, 感觉意外极了。 黑灵王脸色惊变, 迅速退走, 六亿名煞虎连连低吼, 像是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 变得躁动不安, 进退不得。 那是什么, 竟不断地吞噬金光, 比荒天顶还要恐怖, 整个天地间都充斥着金光, 让人看不清楚那是什么, 而探测波只要靠近就会被瞬间撕碎, 也感应不到什么。 叶秋第一时间觉察到了惶恐, 发现黑灵王已经退走, 六亿名沙虎躁动不安, 金金烈天寿狂声怒吼, 使鼎在迅速放大, 释放出更加强烈的波动。 叶秋凝视着那个方面, 魅眼心音看到了一个朦胧的轮廓, 是那般熟悉却又那般的让人惊恐。 不好, 是恶鬼号, 叶秋惊呼, 想到前段时间恶鬼号从天葬深渊飞出, 飞进了大荒深处, 如今却又从大荒深处飞回, 这绝对不是巧合。 很多人听到了叶秋的惊呼, 纷纷变色, 对于那恶鬼号的强大, 不少人都曾亲眼见过。 沈亿拉着明天走了, 魔魅族的天雪龙峰也迅速退走, 之后是魔皇族欧峰, 然后是一些妖族的高手。 蓝神宗的石魔开始移动, 朝着后方退去, 万古门的战船与天荒礁的画卷也各自退开, 都不想与恶鬼号相逢。 六亿名杀虎有些两难, 他可是太古九大凶兽之一, 曾振折荒谷大陆, 如果就此退让, 脸面往哪个? 如果不退开, 就要与恶鬼号正面相逢, 这样的冒险又是否值得? 黑虎有些惶恐, 躲到六亿名杀虎身侧, 希望他早做决定, 不能再拖。 六亿名杀虎迟了一下, 最终还是带着黑虎退开, 想瞧一瞧晶晶烈天兽的反应如何? 此刻, 扑天带地的金光一部分被石鼎吞噬, 一部分被恶鬼号驱除, 天地恢复了清明, 露出了晶晶烈天兽的身影。 看着那飞来的古船, 感受到那恶鬼号上释放出来的不祥气息, 晶晶烈天兽不甘长笑, 发出了警告, 可恶鬼号却好似味觉, 依旧朝着石鼎飞来。 这种情况下, 晶晶烈天兽又气又怒, 时宜了好一会, 最终竟还是选择了闪躲, 带着金色松鼠推到了一侧。 恶鬼号飞过之地, 寸草不生, 万物哭死, 就像是苍天的诅咒, 伴随着怒雷闪电, 带来了不祥, 送来了灾难。 石鼎在轰鸣, 有大道神音一出, 在虚空中演化符文印记, 蕴含天道奥秘, 形成了一个毁灭区域, 试图阻止恶鬼号前进。 声声力笑从恶鬼号上传出, 好似万古的叹息, 破灭一切万物, 心意就冲入石鼎构建的毁灭区域, 引发了大面积的爆炸。 恶鬼号开始减速, 但方向却没有丝毫改变, 一直在推进, 一直在靠拢。 石鼎转动, 数不尽的时间符文化作时光潮戏, 让虚空都开始凋零, 没有任何存在能够抵御的柱。 恶鬼号通体闪烁着仙道符文, 在冲底光阴之力的清洗, 船头上插着一柄长枪, 末端有一颗骷髅头, 迎风发出了凄厉的鬼叫, 令万物都为之恐慌。